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 早安 不早 嗨嗨 早啊 今天的小巨蛋也好熱血啊 今天的小巨蛋怎麼了 今天的小巨蛋在表演什麼 今天走圍的穿著氣質 沒換衣服 對 因為我剛下午才在公司忙 謝謝攝影師 你今天清到聖裝打扮的時候吧喔 忘記讓大家唱歌了啦 可惡 怎麼辦 大家會不會怪我 讓我 不是 大家會不會怪我 讓大家減少了展現歌喉的機會 然後又沒有把展現歌喉的部分錄下來 吹了兩次蠟燭 對啊 他們到底才說可以 可以許至少六個願望 怎麼了 怎麼了 酒蛋看起來很著急 啊 對不起 是我的錯 因為 我的架子太輕了 但是我的平板太重了 我剛的尖叫聲嚇到大家了嗎 我很抱歉 不小心地震了 對啊 要壓著 可是我沒有東西壓著 手機家也是很著急 什麼什麼 小薰畢業生是什麼意思 這個名字不可以亂灌耶 對 我頭上開花花 開花花的一天 欸 剛剛是不是有人 要說什麼話 底座壓個重物 我現在找不到書嗎 可以 可是我這樣手機線 可是我在充電 大家知道我發生什麼兩難的事嗎 這樣 這樣 這樣咧 噢 不行啊 好好好 知道了 可以可以可以 就這樣 好 我壓著了 我壓了一個包裹 哈哈哈哈 行動電源沒有比平板重吧 我的行動電源很小一顆耶 抱歉 對 我有很多小說可以 什麼包裹 很重要嗎 好 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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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花比較像枝子花 還是要這個 額頭好痛 我又沒有讓你們撞到 欸 我剛剛到底要回什麼啊 前面好像沒有特別要回的留言啊 今天是個有趣的私事會 今天是個有趣的私事會 今天的那個人生 我沒有想到人生大風 大家參與度挺高的啊 沒有 畢業生我CUE啦 但他還沒回我 等我一下喔 我剛剛 我剛剛在處理的事情 其實還沒有處理完 但是我想說要趕快回來 準時的開直播 所以如果看到我圖中 不認真 是因為我還在處理別的東西 我還在處理完畢業 嗨 你好嗨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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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不對 應該是祝你生日快樂 嘿 祝你生日快樂 嘿嘿 祝你生日快樂 嘿嘿 嘿嘿嘿 祝你生日快樂 這個節奏是對的吧 這個節奏 嘿嘿版 雖然我記得我第一年 十月十一月九十十一生日會的時候呢 有被李嘉莉強迫過要唱 嘿嘿版的生日快樂歌 但今天 今天 又被複習了一次 發現十歌少說也有兩年了 嘿嘿 沒有啊 不是我想的啊 是神秘人想的 沒有我 好了我被懲罰了 寫囉 不是我想的 而且下手的也不是我 下手的也不是我本人啊 對吧 欸對說到這個 其實 好寒來我就想到我準備了 這個 但是我發現我家的枕頭 有 比你們的枕頭套大 怎麼辦怎麼辦 你看你看 我的超過大小了啦 你看你看 怎麼辦啊 我沒有一樣大小的枕頭套 我要回家生了 然後 我要再去 對我要再去生一顆枕心 就為了把李彩傑跟林傑心 放在我的床上 哈哈哈哈 我今天還很認真的跟他們討論 應該要帶枕頭回去 放哪裡 可以啦 拿去不行 不然我們把彩彩塞進去 彩彩塞進去的話 韓韓的臉就不會 燙得這麼均勻了 哈哈哈哈 大家不能塞太膨的枕心喔 這樣子 林傑心跟韓韓會殺到你 加打你喔 千萬不可以喔 韓韓大頭照 哈哈哈哈 撿三個洞就會被蝦蝦的衣服了 他們說的蝦蝦不是個蝦蝦 如果蝦蝦是躺在床上的這個蝦蝦 你看 這顆蝦蝦你們覺得怎麼樣 你好卡 其他人有卡嗎 他們說的蝦是這顆炸蝦 塞蝦蝦進去說不定 喔 沒卡沒卡沒卡喔 順喔 我跟你講 我現在網速 照理說不該卡了喔 我知道我自己卡 塞得下嗎 我實在是不想要這樣子 烏魯這個枕頭套 但是是可以試試看 我不敢塞大的那個耶 我怕把枕頭套塞爆 你們覺得呢 剛剛那個大蠻多的 等一下爆了就笑死不行啊 我要怎麼 這樣我沒有辦法 這樣我沒有辦法交代各位 沒有拿來當門 沒有拿兩個當門簾嗎 我今天比較忙 姐姐就突然塞了 塞了我今天的主持獎勵給我 但是我還在忙別的事情 拿一個我就沒有小一點的整心啊 好像真的沒有東西 浴巾 塞浴巾寄去 我的通告費 真的不行啊 會爆的 我覺得塞衣服好像比較可以 我塞浴巾怎麼樣 浴巾應該夠厚 差點跌死了 抽取式衛生紙也太有錢了吧 小隻的娃娃 小隻的娃娃 我這 我沒有 我沒帶過來 小隻的娃娃 浴巾有點不夠 然後 我們塞件褲子吧 我知道了 塞圍巾 塞衣服會這麼多 它呈現了一個 很 微妙的形狀 它現在有點像儲物 儲物袋 有沒有勉強假裝它很像是枕頭 它要整容一下 它從 它變成洗衣袋了 有沒有 我很努力的幫它整形了耶 可以啦可以啦 整完形之後 整完形之後看 你看你看看 完美 整形之後 整形之後 喔我剛剛沒有 我剛剛沒有偷打 我是 親摸 親服 親服 喊喊臉頰 有吧 效果不錯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 3月生日會的周邊 有沒有開始後悔沒來啊 台下沒來的 這個 而且這還是特別拍的照片喔 優質高清無瑕疵 喊很痛 必須有 對吧 對啊 我也覺得拍起來其實很好看 而且就是 用整形 用 我跟你講 你知道平常的周邊啊 所有的周邊 都做不到把它抱住 你看我這樣就快抱著喊喊 對 你一邊說走 其實你也可以聽 你聽到重點再回覆就好 不要那麼有壓力 這是特別拍的喔 你不准報警 只有我可以報警 請放下你手上的枕頭 謝謝 這樣他的臉看起來很微妙 套在頭上就變成喊喊直播 你確定這樣子OK嗎 這樣比較像在看恐怖片 你看一看真心想要有沒有 唉唷吸引到別人了 我手上的喊喊 快不能呼吸了 大家還喜歡我今天狗人奶油的表演嗎 大家好我是天使妹妹喊喊 欸他剛剛這樣有珠珠嗎 有欸 你才覺得你看 你才覺得你看 好 我謝謝你 哈哈哈哈 有欸 他有胖電出人臉欸 完美 謝謝博承生日快樂 很棒 今天要來 來一下 啾一下 啾一個 我還要過著不可以讓喊喊的臉變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的天啊 我怎麼變這樣 有嗎有變形嗎 沒有吧 我有把你拉開 你知道嗎 你的臉 我把他拉開了 這樣沒有變形了吧 剛剛有 我很努力在把理財傑的臉擴張 希望他的臉可以平順一點 好了這個啾啾你有點久 這個啾啾你有點久 你知道拉開他的臉是需要一點力氣的吧 會被灌名折到 謝謝 我突然覺得 啾啾你的時長好久喔 剛沒有 我不是抱很高了嗎 他不會再被灌名 等一下我不能這樣一直賣喊喊的臉直播啦 這樣我今天就靠 我今天就靠 我今天就靠 李寒寒撐場了耶 哈哈哈哈 你的禮物特效有沒有出來 剛剛流星送了什麼 換潔心的臉 哈哈 你知道 靠著 靠著李寒寒的臉撐伴場 然後接下來 換潔心的臉撐伴場嗎 哈哈哈哈 沒錯 寒寒說他靠臉吃飯 於是我要靠寒寒的臉吃飯 哈哈哈哈 邏輯正確啊 你不是 你不是不想看到 潔心的臉嗎 唉 都帶回家了 還是要好好觀賞一下吧 哈哈哈哈 什麼時候說要養你了 唉唷 差點出畫面 唉 來潔心清一下 潔心 潔心你 潔心你不可以變形 潔心變形的機率比較高 邏輯鬼才 我打開了流量的密碼 等等喔 唉唷 啊 我忘記 我忘記發你們兩個 我這邊拍的照片了耶 我應該要給你 我要給你合照 我要給你合照 你等我一下 還有 林 林 寂心小朋友 抱歉 今天的工作還沒結束 我先結束了 再來跟你們好好聊聊 李韓韓 你這裡拍了一大堆的 嗯 李彩傑的自拍 好的 他說我們今天坐車過去 車上就在播這一首耶 我還喊了一句米金玄絲 但好像沒有人要理我的意思 等等喔 真的快結束了 只是一場活動 只是一場活動拍了一百多張照片 好好好 我結束了 你要喊163他才會有反應 為什麼要喊163 沒有沒有我根本說 我我我 對我空間的確 謝謝燕的夢幻煙火 哇 沒有開燈 也非常閃亮 就是呢 那個 哇可樂王你好 查查163 好 怎樣163會出現 誰 等等喔 好好給我一個任務 我先踩 欸來了 林潔心回我 奇怪 怎麼這麼多李彩傑的自拍 因為那個時候 李彩傑的手機在拍你啊 林潔心 啊 把你等一下 因為航航無時無刻都是可愛的 所以我覺得太可愛了 都群組讓大家欣賞應該也沒有關係 好好你覺得呢 很可愛吧 對吧 每一張都很可愛吧 欸不是 林潔心是真的沒有意識到 那個時候因為我的手機 不是那個時候李彩傑的手機 在拍林潔心啊 可愛啦 不是 我現在網路很慢 還被傳完 光是你的自拍照應該有30張 沒有崩圖啊 明明 抱歉 還是我對照片的要求度有比較低嗎 欸 而且不只是 不只是李彩傑說怎麼還有 連林潔心都說了一句怎麼還有 欸 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子對待我的網速 我只是網路傳不出去 沒有啊 用原像 原畫質傳出去本來就會比較慢 不一定 我 我 我覺得我網速很高了 我現在被BJ4兩個人包夾攻擊 好了來了來了來了 你喜歡第二張 可以跟大家分享 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 你跟潔心的第二張是嗎 你說在他 半合眼的第二張 是 他半閉著眼睛的第二張 哈哈 有啦 很不錯啊 完全 完全無修圖就這麼好看欸 喔 我還以為 好他給我了 他給我了 是這個 這是 這是我拍的嗎 我前面有傳嗎 喔 最前面的第二張好 我了解了 我幫他們拍的合照 我幫他們拍的合照 看到了嗎 很好看的林潔心的背影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是 還有 還有對 有林潔心好看的背影 以及漂亮的寒寒正面 哈哈哈哈 前進只有背影 第一張是什麼 看一下 喔 第一張 第一張有很可怕的 林潔心 不是我要講 因為 就是在後台之後 我們不是都有那個 很神奇的 兩個獸星的那個大布條嗎 然後那個布條很吃照光 就是他在一個 他在神奇的光線之下 會長得很可怕 會長得很可怕 然後 那個 我拍到了一張 極致靈異的林潔心 哈哈哈哈 對 他那個 他不是反步 他不是反步 他感覺還超可怕 哈哈 對 因為反光很嚴重 我覺得大家 坐在下面看 應該也挺嚴重 因為 我在台上往後看 我是覺得 李韓韓的臉的光很奇怪 沒想到拍起來 是林潔心的光更奇怪 而且 要怎麼避掉啊 就是如果在拍照的時候 要怎麼避掉後面的布太醜 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才子耶 之前打一盞 今天打了三盞 哈哈 每輪明紅結晶 有 有 有這個FU PS 就知道他是塑膠布 是嗎 跟現場的燈有關 對 反正 反正他就是一個 不太適合合照的布 但是我覺得 帶回家很有紀念意義 而且全世界就只有那一個耶 因為 你沒有辦法再擁有 這麼高畫質的照片了 對吧 帆布 他不是帆布啊 當 大家 麻煩韓韓 把剛剛那個畫面 變成待機畫面 他會 幫你招來好運 美輪明星 有高畫質啊 滿高畫質的吧 我們近距離看畫質很好 應該是吧 其實我沒有很認真的看那個帆布 就是至少沒有貼著他看 還不錯 還不錯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 美輪明節 我不敢 亂拍 沒有剛剛好我拍的這一張 你本人 美麗的擋住了美輪明節的部分 我記得 我好像有跟帆布合照啊 但是跟那個布合照好像在你的手機裡面 啊我沒有自拍 我沒有跟著那個布自拍 因為 我拍完照片之後都在拍你們 因為你們還有 還有那個啊 兩個三 兩個三 等你們自己放 這是 那我也傳給你們吧 可以 我 總沒有在你的手機裡留下自拍照吧 對吧 我是不是沒有破綻啊 欸 林潔很聰明欸 林潔心戴著毛帽 然後因為李彩潔沒有戴著毛帽的關係 臉會被更放大 你知道嗎 就是你看他的臉會更放大 然後林潔心這樣看起來 好像就沒有 你看 如果我把所有整心往林潔心這樣擠 他是不是感覺臉也不會變得放很大很大 人總是要有經驗的 不會再做這種事 也是要小會的手機 欸說到這個 我最近又存了 吳祺慧的睡相 但是 吳祺慧做的太牢了 看不太到是 看不太到是他本人 可愛吧 我拍得很好欸 好 對不起我在笑他們的對話 這抱著有地方買得到嗎 有啊有啊 三月初的時候有賣那個三月的生日會 對 2022年的三月初 你等到2022年三月初的時候 就可以買到囉 什麼時候開賣的啊 那個時候 呃 好像是 二月底喔 記得要做時光機回去喔 對 2022 三月初 沒辦法啊 只有那個時候買得到啊 時光旅人 今天幾月幾號 現在2020年 我剛18歲的那一年 欸不對 我剛18歲是2018 2020是我剛20歲 謝謝 謝謝 黑流星 黑流星的心動會員票 還是限量 其實這 這不是限量啊 但是 我在想 有沒有人因為看到了這個周邊 而後悔沒有買三 三月的生日會的票 我會很生氣喔 早就有跟你們說過周邊很香這件事情了吧 對吧 如果有人看完 看完了周邊 然後很心動很後悔沒有來的話 真是會氣死欸 對 但這一定有了吧 你看 這個畫質 你看這個高清的李寒寒 李寒寒的臉比我還高清 這倒是不太可能 但是 李寒寒的臉跟我一樣高清 還會動 是不是 是不是 畫質很高吧 遊戲也超神 欸 但我是真的沒有想到李寒寒居然這樣子 嗯 始終留念於第一第二排的粉絲們 好奇遊戲完了什麼 完了 李采傑的 運氣 運氣大富翁 第一排起點真的賺翻了 我們這一次的遊戲很特別 但是 我們要來 要給梅拉的驚喜啊 之後說不定還有機會再玩一次是吧 反正我們是玩了大富翁啦 但是 大家應該有參與感吧 謝謝黑流星 陪你看煙火 這次有比上次左右 哦 專業的來了 光質會比較柔 對 基本上 其實今天打光 拍起來應該還蠻好看的吧 我們在現場拍照還是有找到好看的角落 只是單純是因為那個帆布 他的反光 就是他的凹凸不平反光太嚴重了 才會看起來很 很很很很很 很微妙 第三排表示很無奈 不會吧 你們 近距離的觀賞到了 觀賞到了他人的大富翁 還是是因為今年的你比較好看 因為今年的你比較好看 所以不管光怎麼打 拍起來都好看 那肯定就是每年都要好看的吧 很想知道今天抽到reset的話會抽到什麼 今天沒有人抽到reset哦 我看看哦 我們今天不是 只有沿途風景 謝謝娛樂 娛樂今天是不是也有來啊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喔 reset是什麼很 那沿途風景就會經過呢 天哪 reset跟沿途風景就會經過 都是回到原地耶 但是我真是沒想過 因為他 就是其實我們的任務卡蠻多的 12345678901112 13141516 好歹有16個耶 有16張任務卡耶 所以最多其實一張任務卡也頂多重複到 四次或三次左右而已 對吧 結果出來三張都一樣 大家進 應該是 這肯定是一開始沒有洗乾淨那個牌 女友玩了三次耶 這個福利也太好了吧 你們不覺得女友是個很棒的福利嗎 聽說對 今天海涵 今天海涵有夠花心 今天海涵不只交粉絲花心 她自己也有夠花心 她自己也有夠花心 扎眼扎了兩次 而且兩次都是林潔心抽到 你們真的應該 我剛才知道 等等林潔心生日 等林潔心生日 你們可以拜託 拜託壽星 看看要不要 給你們粉絲福利 扎眼三次 但是如果壽星不要 你們也不可以要求他 畢竟那是只有現場生日會獸 生日會獸 生日會的觀眾才有得到的 尊屬福利 只佛她的三次眨眼 福利大放送 欸對啊抽到 如果抽到那個可以做你女友的那三位 應該已經被拖出去看寶貝了吧 他們還好嗎 抵抗有抽到啊 抵抗有抽到喔 2加1次啾啾啾 啾啾啾很很香喔 很很香香是不是 很香香 喔還有人還活著 吃飯沒請客 那肯定是要看寶貝 我愛妳的那個 應該已經被請離場了吧 謝謝冠偉的浪貌 玫瑰 謝謝滴 特別搶了紅包 欸但是 You jump I jump 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其實跳得蠻好的 哈哈哈哈 因為 聽說之前之前也有玩過這個遊戲 然後我一直很擔心 如果抽到了很 害羞 的 粉絲怎麼辦 在旁邊看的人都覺得很有趣 沒被抽到也會很有參與感 一定每年都要玩的跳舞遊戲 哈哈哈哈 林采傑還很自信拆了 雷吉啊 在旁邊看真的蠻有趣的 欸他很棒耶 至少 至少消失的第三排 也有參與到 真是太好了 消失的第三排 來 上去的都說不知道到底在跳什麼 沒有音樂這麼不好理解嗎 那我想問我想問 可能是 可能是抽到的人 在跳會緊張 請問一下在旁邊的人 只看舞蹈動作的話 已經猜得到 我們跳什麼了嗎 對抽到上去跳舞的都是男生 但是抽到紅線的是女孩子 對不對 我遠遠的看 雖然我閃光很嚴重 但我 依稀有看到應該是女神 看得懂 有些猜得到 蠻簡單的 有些 前奏太長那個吧 Only Today 沒辦法 因為Only Today Only Today 就一直這樣啊 其實就真的就一直這樣 渣 賺爆了 真是太神了 直接賺回本 請拿著那個紅線去拜月牢 是嗎 本人出現了 欸你真的 我一開始看Rundown 我就覺得 這絕對是今天最幸運的 而且我還想說如果沒有抽到怎麼辦 因為如果都是抽到沿途風景 或reset之類的 很尷尬 點互動都沒有 很尷尬 然後粉絲不開心 成員也尷尬 死定了 如果抽不到紅線怎麼辦呢 沒想到神之抽啊 但你犧牲了你的考試 這感覺可以很多遍 你說綁紅線這件事情嗎 一次斷考 換結晶的紅線 值得值得 對 第一排的粉絲 第一排的粉絲 還有兩份糖果 人生大富翁的遊戲 對 他真的是人生的大富翁 他獲得的是靈結晶近距離的紅線 他獲得的是靈結晶近距離的紅線 就不要放那種牌 對啊 久當還沒有說後面怎麼了 如果不方便說也沒有關係 只是我想說 對 沒有 因為你提了 我就關心了 人生致富 我看看還有沒有什麼 我覺得應該抽到的話 喔對 等等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成員們都還沒有直播 他們都還沒開始分享生日會 應該不是我要分享吧 對不對 我們應該要留一點 我們要留點東西給韓韓跟結晶 啊 我們 我們留點 我們留點給壽星本了 等等等等 畢竟我不是三月壽星啊 各位 我不可以全部報了耶 麻煩大家請問韓韓下次直播是什麼時候 記得去看韓韓跟結晶的 我已經 我已經講了三十分鐘了 然後我才意識到我好像不該講這個 下一次韓韓的直播時間是 下週三 不可以不可以 你們 啊對耶 壽星們 應該不知道卡片內容才對 我來看看 有沒有什麼很精彩的 其實我覺得很賺的都有喔 手指對手指我覺得也很賺啊 有人有拿到天使的尾巴是不是 天使的尾巴啊 韓韓要不要猜一下天使的尾巴是什麼 綁馬尾甩對方 我覺得如果是這個的話挺好的 機會的順序 機會的順序 一聽就知道一定是要來猜拳吧 對不對 如果是天使的尾巴的話 如果是叫成員綁馬尾甩對方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極致優秀的福利耶 我會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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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潔心還是夠綁啊 只是甩不到人而已 因為書光外 書光愛情是他賭運氣啊 賭運氣 賭博 這個時候不就是要比大比小嗎 好啦 其實他天使的尾巴是設定說 對著面前的粉絲進行可愛三連拍 如果他對著你的眼睛三連拍的話 是不是挺心臟暴擊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可惜了 可惜了可惜了大家 其他的就是手指對手指吧 然後紅線真的很優秀 紅線應該是我覺得最大的福利了 真的沒想到今天居然有抽到 其他 喔還有告白啊 告白 告白三次 而且 寒寒還三次都為了可以做你的女友 接下來就不爆雷了 其他的心路歷程就交給寒寒 寒寒可以來解釋一下 究竟為什麼三月的 三月生日會中的寒寒 是如此的花心寒呢 花心寒 天花心的部分 手指對手指聽起來就非常暈了 欸第一位手指對手指的粉絲還給我對很久 很久到讓主持人制止他把手給我拿起來 來 花心的部分詳情請洽 李彩潔的直播間 啊 林哲心的話 就看看林哲心要不要分享一下 他的 他的運氣真是太好了 這幾位男友們 等一下等一下 切爾東你是說那個什麼卡白順嗎 卡白順嗎 等一下卡白順是人名嗎 那個時間好像黏住了一樣 喔真的假的 那是他的ID喔 我想說卡白順 雖然念起來是卡白順 你換一個方式唸的話也超像髒話的嗎 而且我一開始還看不懂要怎麼唸 然後我就在想說 怎麼會 怎麼會有一家日式藥妝 用了一個很像髒話的名字 初天的那種感覺 他有一個D啦 TOMOD 台上看不到 我跟你說 就是 因為後台的舞台 燈很多 然後在舞台上面呢 其實舞台燈的光害是很嚴重的 我站在舞台上 其實有點看不太到成員在做什麼 我甚至一度連 我一度連那個骰子都看不太到號碼 然後尤其是我本人閃光很嚴重 所以我那時候一直很緊張 大家進行到哪裡了 數到哪裡了 現在誰是誰 我的眼睛很瞎 你們知道嗎 就是因為在舞台上面看到的都是燈啊 因為燈會打在臉上 然後就會打在眼睛上 對 應該是我閃光的問題 大家那個時候都有一種朦朧美 難怪我覺得今天大家非常的慎重打扮 今天大家 大家那個畫質有點不清晰的感覺 讓我覺得每個人 好像都蒙上了一層濾鏡一層沙 沒有欸 沒有補閃光 而且我閃光蠻嚴重的 一會看成三嗎 不會好不好 有三個一不代表會變成三吧 韓韓下台有變正嗎 韓韓下台變甜了 而且很甜 還甜到一出來 後排 後排頭上的燈嗎 好像 應該是 韓韓 韓韓很甜的原因 是因為他手上多了一蘭糖果 對耶 我今天在後台還拍了 不對 我那是用別的東西拍的 好像不知道我手機裡 好我拍的正在整裝的林潔心 好吧 其他的幕後花絮影片不在我手上 沒辦法給你們看 我的手機裡只有滿滿的 李彩傑的自拍 還有李彩傑的奶油臉 最後的糖糖 最後的糖糖肯定是要給糖糖主人帶回家了呀 欸 不對 糖糖主人也在你家啦 糖糖放進冠冠裡 奶油臉很香耶 奶油下次要塗多一點 奶油下次要塗多一點 你知道 你知道韓韓韓在廢話的時候 被上奶油的時候 我呈現了一個很驚慌失措的表情 因為我沒有想要林潔心下 下手要如此的狠 喔 MISO MISO MISO覺得今天的表現如何啊 MISO 謝謝魯迪的 M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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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魯迪偶少量失敗 今天很乖 不跟韓韓搶罐罐 是把糖糖放進過罐體 沒有 雜怕覺得很可惜 欸不是 他如果砸了派的話你要他怎麼跳舞 你要他這樣子這樣子要怎麼跳舞 Mizo很會跳欸 很狠了很狠了 我原本你知道我原本以為 我誤以為林傑星會這樣點一點 這樣點一點這樣點一點然後說 這個腮紅很可愛欸 結果殊不知林傑星是這樣點一點這樣點 這樣點這樣點這樣點這樣 欸而且後面上奶油的速度呢 就像是熟能生巧 沒錯我看到 我看到林傑星點奶油 眼著這個臉 謝謝努迪的媽媽 想要請請見黑流星的貼圖 我看到了林傑星對李彩傑的下手 我也是如此的驚嚇 欸我想問李韓韓 今年的舞蹈褲有跟去年同跌到嗎 越點越順手 然後韓韓臉上的奶油 越吃越刷嘴 應該沒有喔 小慧都半白了 因為小慧我砸得可是非常的大力啊 等等等等等等 制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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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們不能再聊生日會了 我們今天不能再聊任何生日會了話題了 留點東西給壽星 謝謝大家 我們不可以 不要聊這個 不要聊這個 什麼 你吃了好含臉上的帶油 好含臉都閃不動 對留點時間 咦留點時間給我收起手 謝謝小安從啊 失敗 你要從英國衝回來也 也還是不要成功的好,不然挺恐怖的 聊聊包裹 謝謝,充滿了衝浪的失敗 蠻像的吧,虎視眈眈 不然要聊點什麼話題呢 大樓下 你給的是大火腿嗎 大火腿 這肯定是火腿吧 是火腿啦,真的真的是火腿 這次特別像了吧 火腿就是火腿的感覺 謝謝明鏡大火腿 你看他後面那個是火腿 那是生魚片嗎 還是火腿 十月是不是來用個床套 雙人床套嗎 哈囉 天啊,躺躺罐罐的主人都幾盒了耶 十月來做床套 頂多大枕頭套 不可能了啦 我沒有啊 基本上呢 我就絕對不會選擇枕頭套 你們看鐵真真的 李寒寒的事實 我絕對不會讓你們有機會撐大我的臉 李寒寒天生粒子,臉比較小 我已經這麼大了 再上去還得了 這絕對不可以,好嗎 我有寒寒你沒有 我有寒寒你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看,我有海寒你是不是沒有 欸,連海寒都有耶 你們剛剛有看到嗎 連海寒都有 好違和 不違和吧 帥的 是不是 擋掉了 沒有吧 我有擋到寒寒的嗎 我剛剛有看到寒寒的來 你的圖片要先瘦臉放上去 我要先把我自己弄成 外星人的臉才可以 怎麼有抱枕 Andy啊,你知道今天TP有一下很重大的活動嗎 這要哪賣 跟大家解答一下哪裡賣 大家解答一下 幾年幾月的時候可以買 幾年幾月的時候可以買 是不是 你看 有的時候 欸,李嘉莉 你現在看到我有抱枕 你有沒有很後悔 沒有買三月生日會啊 我那時候有沒有發現洞 教你們要買 李嘉莉 你是不是忘記下單 是不是 下次請注意官方資訊好不好 十一號 絕版了 大家絕版了 但我又...等等 你拿到的是抱枕嗎 十一號沒來的應該是李嘉莉 第一排對不對 他說他要整身抱枕耶 這個整身抱枕會逃吧 抱枕的判售時間 是二月二十五號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五號到 二零二二年三月七號喔 輸了吧大家 我跟你講 這就是天賦上的差距 我們輸在起跑點 你們知道嗎 好心心好痛 我就算 我就算提早預購了 本人來到了生日會 但我還是獲得不了真人抱枕啊 除非今天抽出了 抽出了成員 抽出一位成員 嗯... 潔心完全被遺忘了 這肯定沒有啦 你沒發現剛剛有一件事嗎 我在把韓韓分享給大家的時候 其實最靠近我心房的 是林潔心啊 你不要再說了 林潔心就是要讓我湧在懷裡了 你這樣子就... 你這樣子就沒有看到我 其實跟他之間的羈絆 你懂了嗎 我在跟大家宣傳韓韓的同時 潔心才是最靠近我心房的存在 韓韓沒辦法啊 韓韓他現在本人等身抱枕 又不在我身邊 是吧 這段油泥的話 油泥 油泥 油膩 居然現場示範怎麼渣 今天不是很多人現場示範了嗎 這樣啊 比愛心 不 我要比花心 潔心通常這樣是在蹭粉 蹭粉是什麼 你說 有你們嗎 有你們 好嗎 當然啊 林潔心肯定是很想要佔據我的心房心室的 好嗎 喔 懂了 趁肩膀是不是 好 好 欸 來 換決心來 決心來 決心也有 來 來 這樣子有了吧 我跟你講 林潔心呢 代替月亮懲罰你 等一下我忘記那句日文是什麼 佔據我的觀眾當賣不太好 哈哈哈 沒有冷落 是你不懂我如何給他溫暖 好嗎 林潔心的溫暖都來自於各大成員的肩膀 真的 他的溫暖真的來自於肩膀 為什麼呢 因為他都 靠在人家的肩膀上 眼睛剛好會被擋住 他剛剛被擋住了嗎 太高了他靠不到 對我們今天穿這麼高 所以他靠不到我們的肩 欸你是口紅受害的 口紅跟粉底 我覺得粉底比較好欸 我之前只有沾過整張 林潔心的臉的粉底 但是好像還沒有沾過口紅 口紅跟粉底其實差不多難洗 但是粉底至少顏色不會像口紅這麼明顯 而且之前那件白T還是你姐的 今天的dress code是什麼 就是邀請我們的壽星來分享一下 這是dress code是什麼概念 他唸得很像 反正他就唸得很 很連 我之前都覺得他以為 我之前都以為他在講什麼 歐修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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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等理睬結直播 不要再問我生日會的了 請等理睬結直播 快追蹤我的IG喔 請問你剛剛看到我那樣 找理睬結直播還想要追蹤我的IG嗎 好 對怎麼辦我已經把生日會講55分了 快講話題 今天天氣真好 真的今天天氣真的很好 我出門的時候27還是28度 27度 超熱 今天真的是熱爆 今天出門真的很熱 台中的食物之旅 台中醒發 我到現在不是 因為這幾天真的太忙了 我不僅 我很生氣 你知道我那些 我的那個特務照片 特務照片我是昨天晚上躺在床上 瘋狂的趕快修 瘋狂的趕快剪影片 然後想說怎麼辦 我已經想不到有任何的特效可以夾在裡面了 所以我就出了 我沒有時間丟照片跟文案 純愛戰神 失礼的那 純愛大喲 純愛大喲 因為我想不到特效了 不要逼我 我想不到特效了 所以只好讓它裂開 就跟我的腦袋一樣 沒錯 我們去台中一街吃了 台中一中街吃了瘋狂餅 謝謝熊熊帶我去台中流浪 而且台中天氣也超好 你知道 台中真的是太優秀了 然後 我們一下車啊 就是我們先去 早上先去表演 然後下午結束之後 我們就殺去一中街 然後 還吃了很好吃的晚餐 那就是我人生吃過 最好吃的干貝 超好吃的 而且好吃到 我很想要 再叫一份單點 可是真的太貴了 我就捨不得 當然沒有 我跟你講 我們去台中一中街 其實也才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我們也沒有做太多的資料 就是走走逛逛 怎麼可能特別去採點 沒有啦 沒有特別去找雞爪洞 而且雞爪洞屬於有點飽 所以我們那時候為了 我們是為了晚餐留在那裡的 因為那個 我們吃了一個台中很有名 很好吃的燒肉店 我們是為了晚餐留在那裡的 然後在一中間的時候 就沒有待太久 飲料的話 對 有人推薦多多茶房對不對 可是我不喝飲料 所以我們要點 喔 大家都猜烏馬 大家都猜烏馬欸 大家都猜烏馬 未看先猜烏馬 你們覺得是烏馬是嗎 果然這些人 就是不了解台中的觀光客 像我們這一種 身經百戰 被美食專家帶去吃的人 就不會選擇烏馬 哈哈哈哈 欸欸欸欸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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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樣子是茶六了吧 不然就是茶六吧 嗯?嗯? 還是什麼? 茶六封肩 封肩? 那小心在哪 我看一下我的小星在哪 我的小星應該在這 小星 小星在哪裡 小星 小星 哈囉 你聽到我在走你嗎 欸 我把小星放在哪裡啊 有人記得我把小星放在哪裡吧 小星我確定是小星一點喔 小星 你再不小心一點我就要小心一點喔 小星 沒有壞掉 它沒有壞掉 我只是沒有使用它而已 我喜歡吃干貝 就是海鮮的話 我喜歡吃最喜歡的應該是蛤蜊跟干貝吧 然後還有什麼 不知道 豆干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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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姐姐 你吃 你吃白飯的時候喜歡加納豆嗎 我不會學小星的聲音 抱歉大家 這 蛤?不是不是 好啦剛剛已經猜對了啦 就不是 就一定是茶六了呀 封肩我不知道欸 姐姐你喜歡吃青椒嗎 請告訴什麼什麼貝 為什麼乾貝不能打 因為乾那個字是髒話的破譯 髒話的代名詞嗎 不理不理是肥兜兜左衛門啦 你要翻成日文 你要翻成中文就要全翻好不好 茶六貴貴的對茶六貴 但是真的很好吃 我的咖哩是分開還是拌在一起 大家已經問過了 乾貝 對啊 因為那是簡體字的髒話 好那我懂了 我現在要來找 蠟筆小星的 不是蠟筆小星 欸是蠟筆小星嗎 蠟筆小星的歌 所以韓韓有吃過茶六嗎 你們有下台中吃過茶六嗎 我跟你講我之前台中的快閃行程 真的沒有吃到什麼好吃的台中的東西 結果 也不是說沒吃到 因為我上次下台中的時候 我有去找朋友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跟朋友吃了那個 我根本就不知道是哪一家 他找的 反正就是很大家的那種連鎖的好吃的火鍋店 這樣 你們浪費了半天在那裡 那你有吃過烏馬嗎 喔吃了烏馬 喔你是吃烏馬而已 那有吃過烏馬跟茶六的朋友 可以分享一下烏馬跟茶六 哪一個比較合你們的胃口嗎 台中五老國 我來看一下是不是 我記得他是有 他很像 他很像那個 兩餐 我去吃的很像兩餐 台中的類似兩餐的一個地方 但台中物價很便宜耶 欸 為什麼動不了 死定了 為什麼動不了 為什麼動不了 我的電腦到底怎麼了 有了 他總是這樣蕩蕩的 都不知道是我的問題 還是問問我摔了他 但我沒有摔了他啊 奇怪 喔我老國好像在茶六附近也有在家耶 我好像有看到他 因為他很大一家 我很想說一個 我很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請問一下為什麼 台中那個餐廳的地看起來這麼大 那個茶六整間跟Hotel一樣大 你知道嗎 他超級像要飯店的耶 然後我還想說 我們來到哪裡 因為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車到那裡之後 然後我就想說 欸餐廳在哪 因為我們定位了 然後那時候很緊急 就是要趕快去報到 他就說 就這裡啊 然後我就一抬頭 這是抬頭 我才看到很大的 字寫茶六 我以為這裡是 飯店 而且你知道嗎 我原本以為就是 可能茶六很好吃 很貴 很有錢 所以就是這麼金幣輝煌 結果殊不知 我們離開的時候 經過下一整排店 都長這樣 全部都長這樣 你知道嗎 連連連 就是 就是 反正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裡站比都很大 而且那裡附近好像還有加油站 什麼的 反正就是因為 蠻大塊的 但是感覺走路需要一段距離 喬事情的地方能不氣派嗎 你確定那裡是 喬事情的地方嗎 就是要大 因為地就是真的要大 整個城市都很大 是你的咖啡館 好謝謝 台中的餐廳都很氣派 很氣派 台中地大 超大 好看來 看來我真的是 沒有什麼增廣禁聞 因為 我那個時候去的那一家 比較很便宜 我去吃的那個火鍋 不貴 就是兩餐的價格吧 比兩餐價格再便宜一點 好像 然後反正 那一間也很大 然後我原本就想說 因為正常台北兩餐也很大 所以我就覺得很合理 結果沒有想到原來不合理啊 原來是所有東西都這麼大 好啦好啦 我沒有想要知道 喬事情要多大 因為我沒有要去喬事情 真的 其實大家跟我分享 喬事情會很大 一級戰區 但是不得不說真的很好吃 因為 呃 除了冰品 是冰品還是什麼東西比較微妙 冰品嗎 冰品上面的那個巧克力有點微妙 跟你們分享一下冰品長怎樣 我還沒發啊 因為這太 真的是 最近東西太多了 然後去逛一中街 我們有點東西吃 冰品 對我們是去茶六公益店 欸還沒有人跟我分享 烏馬好吃還是茶六好吃 因為 我們的美食特派員是說 茶六比較好吃 你喜歡櫛瓜 可是我不吃櫛瓜 我跟妳講 有噴水池 那家茶六有噴水池 你小看他了 我就真的覺得他長得就是飯店 而且 你知道嗎 就是正常在台北的餐廳 真的就不會有那個 他還有行李坡道你知道嗎 行李箱坡道 我想說 這根本進去就是餐廳啊 我很想跟他check in欸 林一雲挑的 絕對可以了吧 真的很懂 對 真的是茶六 而且 我覺得我真的是鄉巴佬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烏馬是什麼 我是之前去看那個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裡面的時候 其中另外一個支線的戀愛故事 有跑去烏馬 然後反正那個故事內容就是看到菜單很高價位 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烏馬 這是什麼 然後旁邊的李嘉莉就一臉不可思議的看著我 很貴很好吃的燒肉店啊 我還以為是劇中虛構 哈哈哈哈 我以為 我以為 我以為是劇中虛構啊 對我是基隆香巴佬 跟妳講 不是不是 吃的行程不是我們訂的 吃的行程是林一雲訂的 哈哈 那是因為 本次 本趟旅程之中有林一雲小朋友 所以我們這一次才會如此的順利 獲得了這麼高級的行程 真的非常感謝林一雲把握了去台中的這趟行程 哈哈 欸但是台中一中街 一中街是我逼著 就是我逼著姐姐帶我們去的 但是因為去一中街只去了一個小時 所以其實也沒有逛到什麼啦 呃去一中街有吃到的一個東西 是我們一進一中街就遇到了一家甜甜圈 而且事實證明其實真的蠻好吃的 我點的是焦糖烤布雷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我沒有很認真拍照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純粹顧著享受行程 抱歉了 這是焦糖烤布雷 然後這是草莓圓舞曲 但是最好吃的是焦糖烤布雷 我希望如果大家要去採點 就只要吃焦糖烤布雷就好 很好吃欸 欸不會欸 我們去的時候其實店幾乎都開了 也蠻熱鬧的 就是沒有很多人在而已 但是店都開了 可是有原因的 就是因為我們去台中一中街 我們不可以買太多東西吃 我們晚上要吃手 所以我們去一中街的時候 看到很多看起來很好吃的東西 都沒有下手 對那個時候有很多高中生 超級多的 然後我們後來還跑到了後面那一條主街 有服飾店 但是因為也沒有時間逛衣服啊 去講唱才是順便的對吧 還有其他推薦了嗎 我們有吃到一個地瓜球 普通但是我覺得還不錯吃 它就是沒有加餡料 小小顆的地瓜球 然後我們聞到了很香很香很香的雞排 可是我們那時候超想吃雞排 對9月初 9月初是甜甜圈 一雲有標帶現實動態 好像不是香香雞 就是雞排 喔我跟妳講台中燈烤雞排也超紅的 唷 衝衝衝衝來風引擎發動 Let's come 引擎發動 一瞬間拆下油門 吹後進風 衝衝 讓外面的風 吹動每一個毛孔 我是今夜 被偵探的驚慫 讓 對不起 好的 就是我們聞到雞排 真的很香 我們看到的不是探烤雞排 但應該也不是你們推薦的那間雞排店 謝謝魚安公館 找到列車 火車已經到高車站 要唱什麼 要唱什麼 謝謝魚安公館 我是要說 反正就是那個雞排我們只是經過而已 所以我根本連招牌都捨不得多看一眼 因為 太香了 我 我怕我認真看下去 我就吃不起來烏馬了 好嗎 愛情列車站 你這種機車是吧 然後 我們吃了 喔有有有 生乳甜甜圈專賣店 然後 除此之外 這真的贊不絕口的就是他的焦糖烤雷 真的很好吃 推薦大家可以吃 因為他真的很好吃 然後 還吃了那個 三色地瓜球 我有拍到 拍到小琴跟三色地瓜球的合照 但是 我已經本人同意 我還是先不分享給大家了 之後有機會再說 而且我發現啊 謝謝魚安公館 糟糕 我都在低頭 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你剛剛的機車 我現在看到了 看到了 還在開 還在騎 這次太好了 不會吃三色豆 當有人要去吃三色豆 啊 沒有 有人如果要動身去購買三色豆 我會先把它制服在地上 好嗎 大力推薦 沿途風景結尾經過 好不好 要踩點就要去吃茶柳 我們沒有人去烏馬 來 告訴Raver Raver同學 來跟他講講我們最後去了哪裡 不是烏馬 我們去哪裡 哪裡 哪裡 我剛剛說錯 蔡亞恩同學 蔡亞恩同學 你剛剛說你們吃了什麼 蔡亞恩同學 你剛剛說你們吃了什麼 你不能吃太飽 因為你要吃什麼 蔡亞恩同學 因為我要吃茶柳 對 你要吃茶柳 好跟大家分享我們茶柳吃了什麼 我們茶柳吃了什麼 我們茶柳吃了 吃了 吃了 吃了豬 豬的三人套餐吧 然後 單點了牛 點了什麼牛 我想一下喔 不是牛小排 可是我忘記茶柳還有什麼牛欸 吃豬是因為有人不能吃牛 就是我們同行者有人不能吃牛 所以我們就沒有點 大套餐就沒有點牛 然後主要是吃豬 三個豬內用 然後還有點一個什麼牛啊 不是牛小排 然後 也不是 有點忘記 雪花牛嗎 是雪花牛 謝謝小叔 我跟你講我要分享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綁成功這種辮子 你們知道這個辮子跟雙骨辮不一樣嗎 而且我今天為了綁他 我花了三十分鐘 有聽過我 就是有 呵呵 綁一個辮子要綁三十分鐘 謝謝小叔的稱讚 我的感動 太開心了 今天是 你是第一個 嘿地瓜 耶 請問你是地瓜 耶嗎 三十分鐘沒有很久 沒有 理想結五分鐘就可以解決吧 來 李彩傑是 李彩傑是我們的高手型 高手型 設計師 請問李彩傑這樣的造型 大概多久可以完成 我今天真是瘋狂的在重版 重 重版 我瘋狂的在重版 而且你知道嗎 我是學 我是學習李彩傑 因為 這次韓韓他手很巧 然後他基本上 像之前每一次公演 我們不是都是 韓韓都是我們的專屬造型師嗎 就是我們就會說 韓韓我要長這樣 然後就把照片給他 然後我們就坐下 接下來就是韓韓的大工程 就是他要在那邊幫我們拉 然後拉出來 綁綁綁綁 喔很好就這樣 於是 造就了我髮型上面的無能 不行不要看後面 後面 後面我不知道有多亂 這個造型呢 就在前面這個線條感 好不好 這個線條感 我花了很久的時間 你看這個小心機的併腳 這個修臉的幅度 好不好 這是我今天心機的部分 就在前面了 後面不要看 最好當我沒有後腦勺 請最好當我背後沒有東西 好的 反正就是 因為我之前 我記得 我有綁過類似的 就是你們知道 那個 像是我們很多成員 不是都會綁一條辮子嗎 但是 就是 是正的辮子 就是立體的辮子 跟凹進去的辮子 綁法是不一樣的 但是正常你們會那種 三條線往內折的 那種是凹進去的辮子 這樣子 然後 他們都會突出來的那種方法 然後 我不會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喔 這些人的手真的好巧 好厲害 然後尤其是因為 那個 王毅家也是 王毅家一開始也不會綁 那個 他最一開始的公式造 好像也是這一種辮子 然後他最一開始不會綁 所以他就是綁一般 往內凹的那種 雙骨便 然後他到現在超強 他現在就是頭髮完全不炸 可以綁出很優秀的公式造型 然後我就問他說 天啊 你現在真的是綁得太好看了 到底怎麼做到 他說 沒事 熟能生巧而已 於是我就被這句話激勵到 今天我就看著那個影片 然後在那邊 一條一條 就是這個綁法不一樣的點呢 他是就是綁雙骨便的時候 要把前面的頭髮往後拉 轉一圈 往後拉 轉一圈 往後拉 再轉一圈 但是基本上呢 你知道 呃 這就跟 對 要要轉圈圈轉進去 好像是這樣才會有線條感 對 為首首二 對 對 我就是被這句話激勵到 但我忘了一件事情 你們知道 就是平常呢 我不是特別會跳舞的人 就是我對跳舞沒有那麼有自信 那很會跳舞的人呢 通常就會說 啊 你那邊只要這樣就好啦 就是這樣子 你懂嗎 就是手張開然後這樣子 呃 好 就這樣子 呃 不是不是 感覺不太對 就這樣子 這樣子 好 你懂嗎 就是會跳舞的人呢 有的時候也是不能理解 人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這樣很簡單啊 沒錯 別忘了手殘是一種病 這沒救 於是呢 我那時候綁頭髮 我想說 啊不就是很簡單的事情嗎 為什麼 怎麼樣轉 他長的都跟圖片上面的不太一樣 呵呵呵 我早上就這樣轉了 30分鐘 他就是長的跟李采傑綁出來都是不一樣 不一樣就算了 我上網找了那個教學 沒錯啊 我沒有任何一個階段錯 你知道嗎 你知道浪夢成真的時候也是 我看了老師綁那個很漂亮的很正的斷帶 我跟林杰啊 就想說 對對對就這麼簡單 沒問題 我們待會一定能綁好 於是到後面 林杰就在說 等等等等 剛剛老師不是這樣綁嗎 我說對啊對啊 是這樣綁啊 不然我來試試看 欸怎麼歪掉了 林杰你再來一次 這樣啊這樣啊 不對不對 綁起來怎麼那麼醜 我的眼睛會了 我的腦子說會了 但我的手不會啊 沒錯 你就這樣綁 好 於是 於是我決定未來呢 公眼如果需要一個 因為你看喔 其實我綁得很毛 就是我雖然行出來了 就是我整個行已經出來了 但是呢 我沒有辦法把它綁緊 嗯 覺得就是你知道 新手總是會綁不緊的嘛 就是不乾淨不俐落 於是我下次還是會選擇大喊 喊喊 請救我 你綁馬尾好幾年了 最近突然就會了 你是說幫女兒綁嗎 那肯定是因為 你家兒子不需要綁馬尾啊 喔 我知道 他該不會是在說 他幫他老婆也會綁馬尾這件事情吧 欸你們知道 這件事情 我覺得挺好笑的 我之前看到了 一支影片 好像就是反正有一陣子很流行實況 Youtube界 會幫 就是Youtuber之間互相化妝 然後有些是什麼情侶Youtuber 會請自己的女朋友 或者是請自己的男朋友 來做一個系列 就是幫對方化妝 這樣子 然後我好像也有看過幫對方綁頭髮的 這就是災難現場 尤其是 尤其是化妝的 我看過太厲害的人 就是 我相信在座大家 有化妝精 就是 對化妝有深入了解的人 應該肯定也是不多的 然後我記得之前 我就看到一個Youtuber 他就是做了一個系列 他就是買了一整批的彩妝 可是那個彩妝呢 就是他說那 他買的 就是之後要送他女朋友的 所以他就買了一整組 然後就決定 要把那一組拿來做一個特別企劃 就是畫在女朋友身上 然後他光是那個粉底液齁 就擠了一大坨 你知道那個一大坨 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他弄得很像 很像餅乾的餡料 你知道嗎 這麼一大坨 我沒有看過人家粉底液這麼豪邁的 如果你今天拿的是蘭蔻的粉底液 你還敢這麼豪邁嗎 都是錢啊 對 反正 他就是擠了這樣一大坨的粉底液 然後試圖要拿那個美妝蛋塗在他的女朋友身上 我看到這裡我就選擇關掉那個影片了 因為我知道接下來一定長得很可怕 對 一大坨開架彩妝60塊 如果是蘭蔻 這樣一坨要600塊 他可能是拿來做Oreal吧 我跟你講真的是災難現場 因為我最一開始學化妝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 因為臉部瑕疵很多 底妝可以遮瑕 蛤 我就會想說那我要越厚越好 越厚越好 越厚越好 結果我化完妝之後長得很像埃及艷后 相信各位如果有興趣回去找一下Live 之前Live的檔 你可能會發現我那時候長得很像埃及艷后吧 對 一坨粉底液兩包生血就飛了 好嗎 適當擦油漆嗎 欸擦油漆還有粉刷欸 想當年你也是死亡筆 欸跟你講 筆影這件事情 就是筆影這件事情呢 真的是在對跟土水泥一樣 因為以前呢 小的時候曾經跨足cosplay界 然後你到cosplay呢 因為他們拍角色啊 就是你的頭髮是別的顏色的時候 你的五官需要更立體 才能去凸顯那個角色 而且因為通常動畫會把角色畫得很好 很立體很美 所以你不得不把臉部畫得很立體 去修改你的臉部輪廓 通常很厲害的coser 都是把自己畫到跟自己完全不像的那種 就跟我們現在學的化妝的技巧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那個時候假睫毛也是要貼得越浮誇越好 你眼睛最好啵大 因為角色眼睛通常女生角色都會畫得很大很水亮 你知道嗎 然後那時候假睫毛喔 我那個時候才國中嘛 露坑的時候 我假睫毛 這個我要來跟韓韓分享 我曾經做過一件非常丟臉的事 就是假睫毛照理說呢 它是貼在你原本的睫毛上面 然後去夾長它 夾翹之後一起刷 跟自己的睫毛是刷在一起的 看起來才會是你的睫毛長長了嘛 然後呢 那個時候因為完全不會化妝 就是真的是一路坑就隨便來 然後那時候我就把粉底液啊 就是 勾在臉上 因為我就是用手喔 我甚至沒有美妝蛋之類的 我就是直接勾在臉上 想說越白越好 因為越白越接近角色 然後口紅喔 直接給它一個死亡芭比粉 因為芭比色嘛 可愛嘛 角色要可愛 一定是往死裡塗 一個死亡芭比粉 腮紅 喔 角色通常都是那種蘋果肌有沒有 臉頰泛紅 打 給它打 打成猴子屁股 用力化 於是我就變成猴子屁股了 真的 我第一次出角的時候 長得跟猴子屁股一樣 然後呢 除此之外 那個油光喔 又很 又很油 因為那時候只會想說 你要有粉底液 腮紅 你不會想說你要有蜜粉啊 去吸油啊 或什麼 就是我就是粉底液給它勾下去啊 腮紅給它勾下去啊 假睫毛貼上去啊 眼線隨便畫 然後我就上了 那個時候 COSE的靈魂就是 影眼 因為隱形眼鏡 隱形眼鏡要長得跟角色一樣的顏色嘛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喔 隱形眼鏡還原 你整個人就是角色上升了 反正只要有愛就可以了吧 我那時候長得跟鬼一樣 天啊 真的是太可怕了 真的是丟人線眼 超可怕的 真的是 絕對這輩子你們不會再看到那種照片 真的是嚇死了 下戲下景 對 沒錯 是出京劇的小聲 反正 我那時候長得真的很厲害 尤其是因為那個鼻子齁 你要把自己的鼻子打橫挺 所以我那個時候幾乎是把兩條千塊 打在我的鼻子上面 你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兩條是黑色的 就長這樣 喔 我的鼻子肯定是恨天高 很滿意 特別滿意 沒看過這麼好看的自己 沒看過這麼好看的 然後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覺得COSE時期有很多 因為你知道COSE時期也不是一般 就不是平常大家會去觸碰的領域 然後尤其是又要學習很多 大家就是平常 你知道COSE界我覺得很厲害 因為女生要出男生啊 很多身體素質上面需要改造嘛 因為如果是胸的話就要把它貼平 然後臉如果太大啊 角色你要出的角色是太瘦的 有些人甚至會用風箱膠帶把臉往後拉 然後拉到變尖的 然後胸也是 因為出男生要很平 除了素胸 素胸不一定可以到很平 然後你會要再用膠帶往外拉 超痛的 很可怕 然後 肯定啊 腮幫子肯定要有陰影的啊 到現在還是要有陰影 只是那個時候就是往死裡打 我那個時候從側邊看 我的兩塊就是黑的 我很想把巧克力黏在臉上 你知道嗎 因為 那個 呃 修容有幾種 一種是膠狀的 它是一個很像口紅膠的樣子 那種 可以塗在臉上 然後一種是粉狀 粉狀的話就不會這麼重 比較自然 然後畫 之前COSE的時候是用那種 一整條很像口紅膠狀的 往臉上抹 對 啊如果 如果待會要發文的話 不用問我 直接發就可以了 不然我這樣來不及回你 對 反正就是 那個時候真的是 正往死裡打 然後我還記得很有印象點的是 我之前有出過一個男生角色 然後因為男生角色是金髮 金髮 然後又很蓬鬆很很短 然後 我就 我就 因為到現場 整妝很麻煩 像是 正常 大家COSE會出現的就是FF或CWT 那FF或CWT是什麼 就是有點像同仁展 同仁展會開在那種台大啊或花博 那種很大的一個展覽 然後通常COSE都會佔據廁所 可是通常佔據太久一定會被罵 可是整妝要很久 所以我就會在家裡先把自己弄成半個像角色的樣子 就是頭 頭部以上弄的跟COSE COSE 就是很明顯是COSE 但下半身還是穿正常的衣服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我就戴著那頂金色的假髮跟我同學一起做客運去台北 然後 而且呢 我那時候還為了要把 為了把頭髮遮住 我還戴了一頂棒球帽 呃 不是 不是靜音 而且我講過好幾次了 不是靜音 我出的是男生 那次出的是男生 欸 我覺得我很厲害了 我戴著一頭金髮 然後 而且看起來很假的假髮 然後 我還在 客運上面 對 其實照理來說 不可以全套上捷運 就是 以前 以前的圈子規定比較多 以前的圈子規定就是 不可以不戴隱形眼鏡 不可以不化妝 不可以不修瀏海 不可以在外面整妝 反正就是 以前規定很嚴 但是現在當然是做開心就好啊 COSE PLAY本來就是玩得開心就好啊 然後 反正那個時候 我就戴著那頂 很厲害的假髮 就坐在客運上 然後就記得我要下車的時候 有一個 真的是 比較偏阿嬤級的阿姨 就看著我說 欸 欸 啊 你那個是 去懶的喔 然後 我覺得他應該是以為我是男生 因為 他應該沒有把我當女生 因為我那時候 把鼻子畫得跟鬼一樣 就是男生的輪廓要更深一點 我這兩條真的是千塊 是真的很深的那一種 然後 真的長得挺醜的 然後因為 因為男生我就沒有貼假睫毛 然後我就是純粹的畫了眼線 可是那時候真的很不會畫眼線 我覺得一定長得很可怕 然後他就說 欸 你那個是去懶的喔 這個很精耶 這個很好看 然後我想說 阿嬤你是認真的嗎 謝謝 不是不是 這是假髮 他說喔 是假髮喔 然後 然後我就下車了 對 然後我就下車了 很感謝阿姨當時的搭話 讓我知道 我是非常的醒目的 真的是 肯定被看了很久喔 阿嬤很想懶 對 就真的是 謝謝大家 那個時候的關愛 磁力爆炸 COST大成功 真的很尷尬耶 金光 金光 香香 阿嬤也想要變成金髮阿嬤 阿嬤覺得好看 欸 好看是好事啊 好不好 贏了吧 贏了吧 我剛剛是不是有要講什麼 結果 我剛剛沒有回答到什麼 用哪個牌子的泡泡來 阿你的頭髮怎麼黃黃的 鍊上換 喔對阿 最近有一部很紅是鍊上換裝娃娃 裡面就有講到很多cosplay的 呃 規則 還有需要 也不是規則 其實那也不是規則 那就是要學習的事情 而且其實規定也不是 也不是說特別誰規定 他就只是不成文的規定 這麼小就戴假髮喔 很吸睛阿 反正我那個時候很厲害 我要 我剛剛忘記我要跟海涵講的重點了啦 我要跟海涵講的重點就是 我那時候因為不知道假睫毛要貼哪裡 所以我是直接往眼皮上面貼 阿你遠看的時候 因為拍照很吃 畫 很吃妝 所以你拍照的時候 你看 你這樣子拍的時候 幾乎看不到我的睫毛吧 誰現在還這樣貼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知道這樣爆料嗎 對 好 反正就是你遠看會看不到我的睫毛 但是假睫毛是很粗的 而且很翹 所以你一定看得到 所以我那時候呢 你近看就會看到我有雙層睫毛 就是我上面還有一層飛起來的睫毛 然後下面還有一層睫毛 然後呢 我那時候拍照的時候 就很開心 因為看不到自己的睫毛 然後後來近看鏡子才發現自己 請問是誰 是誰還這樣貼 可是我後來就不貼假睫毛了 因為假睫毛其實很刺眼睛耶 因為技術不好 對 純粹的因為技術不好 可是因為假睫毛有重量 然後你就會很想睡覺 就是我貼假睫毛會超想睡覺的 因為那個 之前 吹一顆泡泡 我們舞丹拍MV的時候 幾乎全員都有貼假睫毛 就是讓它變濃膩跟更翹 然後那天我整個拍MV就很想睡覺 不知道是因為天氣太熱 讓就是整個人很沉重 謝謝FILMU FILMU難得在這個時間有空耶 反正就是因為 其實超想睡的 不知道是因為太陽太大 導致妝都溶掉了 然後感覺就是整個人很快要融化的感覺 請上IOS最新的表情 整個融化的感覺 還是因為貼了假睫毛很想睡覺 謝謝FILMU 粉色香檳 對啦 其實那天是很早 沒錯 可是 照理來說 不會因為這樣很早而想睡覺 大家都有貼喔 全部都有貼喔 我要跟你們說 沒關係 安卓不哭 我也看不到 我的手機 我特別想 為了想要那個融化掉的表情 我一度想要更新 然後刪光了裡面 一堆的照片 還有APP 結果 他跟我說 沒有空間 我都把檔案下載下來囉 3GB喔 3GB 然後呢 我還特別就是一直在清東西 然後他在跑更新檔 要裝到手機裡的時候呢 他跟我說 你的手機需要144KB的容量 才可以放這個更新檔 我的心 破了一個洞 喔 但是我的iPad還沒有更新 可是我有一點不想要更新iPad 因為我的iPad當初只有買64GB 我覺得一直亂更新的話 他一下很快就沒有容量 因為系統佔的空間很大 我跟你講 KB很小 沒有錯 我就差這麼一點點 你懂了嗎 我那時候就是 我的手機只有128GB 然後我那時候已經裝到127GB了 結果 他還 就是 反正他說還差了144KB 等於就是 沒有 我刪了 我爆刪耶 我手機只剩下5000張照片 我之前 最高紀錄是8000張耶 更不用說 隔壁李嘉莉現在已經要6萬張了吧 好 我不說了 反正我當初最高有8000張 我一直刪 我已經剩下5000張了 然後我現在裡面大概還有剩下5GB 超多的吧 就是沒有 垃圾桶也清了 我跟你講 不用 不用告訴我還有哪裡可以清 我已經 竭盡所能 窮盡我的一生 去努力清掉整隻手機的垃圾 我什麼都刪了 我LINE的暫存也刪了 我差一點衝動 想要把那個聊天室都刪掉 對 那個LINE真的要 好像該砍掉 因為 我的LINE好像有43GB 我現在iPad有裝LINE 但是我打算之後 iPad一容量不足 我就要把LINE直接刪掉 因為43GB 太多了嗎 43一定有問題嗎 可是 還是我應該要把LINE刪掉重裝一次 暫存我都有清 清完暫存還有43 超想刪LINE 但裡面有好多證據 43一定不對 剛才砍掉場面了 LINE的貼圖暫存 我看一下現在多少 我還沒有猜 現在誰還這樣貼 我亂猜不會得罪人嗎 我亂猜肯定是會得罪人的吧 你還敢要我得罪人啊 呃 我的LINE 手機裡根本 猜吧 不會啦 你看你講 8 我看一下我現在的LINE的暫存是多少 關於本機 我的 iPhone儲存空間 我們等一下跑跑 好啦我猜潔心啦 好不好 欸林潔心的眼妝其實進步很多欸 她以前畫的眼線都會飄來飄去 她現在畫得很好 而且 她還很認真化妝 其實就是 就是 我看看 我的照片 安妮 欸跟女兒是最好的方式 安妮 安妮說 不是啊 可是安妮她又不貼睫毛 她不貼假睫毛吧 你上次跟李夢已經笑了一人 嗯 欸這真的是爆料 噓 噓 噓 不可以說這在我這台說的 噓 大家 噓 這件事情要 假裝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我現在手機容量用了123.4GB 照片總共有43.53GB LINE有34.45GB 可是 LINE43就是吃掉 我跟你們說一件很悲慘的事情 就是 我把照片上傳到雲端 但是我的雲端佔了我的手機 7.9GB 這樣真的太多嗎 我的LINE 現在是34.22 他騙我 雖然我的LINE Steel34.22 但是我的照片降下來了 照片現在是27.02GB 代表我把將近 20GB的上傳到雲端 而那個雲端現在只佔7.9GB 很棒吧 是不是很棒啊 代表我用20GB去換了 13GB回來 連我工作常用LINE 也才14GB 我也很常用LINE啊 但是因為我偶爾會用LINE的 記事本或相簿 去記我要記的東西 我看一下LINE的三手資料 我看一下LINE的三手資料 我其實已經清過好幾次了 我下一次換手機要買大容量 謝謝大家 LINE的相簿是吃的不是你的 啊好吃嗎 是吃的喔 啊多好吃 他要很好吃喔 是吃的不是你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每一次都會去刪除 刪除資料 這件事情我真的知道 大家 我真的是竭盡所能在刪東西了 大家要相信我 對我在等14 應該會買到256吧 買到512真的有需要嗎 可是因為會換手機啊 連你家裡都沒有 連你家裡都沒有買到512 他就放雲端啊 你們覺得 你們覺得 買手機一次升到512好 還是買雲端一點 那是因為我現在是免費的50 不 對 免費的50GB 在Mega裡面 雲端喔 雲端比較好 我沒有要2T 2T真的是很沒有意義耶 到底要拍多少照片啦 不要不要不要 那我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升到T的 那就256了啦 我哈利早 就3了 很早 512不如直接上一T 價格是不是差不多 不一樣 不是用量最大 就選最大 好不好 這完全不一樣 哈哈哈哈 那個用量 我跟妳講 就像咒術師 特級以上 就不會再分級了 但是很明顯 五條物跟 五條物的特級 是不一樣的特級 你懂嗎 大 高 頂級 之上還有之上 只是沒有再分級了 我用量很大 但是比我大的手機容量 肯定是更多的 好嗎 好 價格一樣 為什麼會一樣 我們現在快取資料 目前跑到176.2MB 照片351.8 語音系 語音訊息4.9 檔案8.1 好不好 對 一級還有特異級 但那是因為 為了 為了要去 跟那個 詛咒 跟詛咒相比 就有一個特異級 再大還是會忙 太大的話 到時候會輕到崩潰 好了 還是雲端就好 語音 語音訊息4.92B 我沒有要留語音訊息 就只是讀了 讀了語音訊息 訊息 讀過語音訊息 他就會跑在裡面 對啦 4.9MB 期待上播六的公演 MB Mb 但是我的肩膀 嗨寒寒的氣球飛走了 我的肩膀 謝謝明金的熊包 對啊 小訊號就不見了 我的肩膀 對 我的肩膀 是我的肩膀 他的氣球 勾到了我的肩膀 然後就斷掉了 沒有啊 之後生日會 我跟你講 氣球 飛走 這件事情 都是寒寒的安排 究竟為什麼呢 你們到時候去他的直播間 就知道 這都是策劃好的 好不好 真的 沒有 不騙大家 真的是策劃好的 絕對 絕對沒有什麼 什麼 那叫什麼 馬後炮 絕對沒有 你知道 真的是誰好的 你們聽到了就會知道 真的一切都是誰好的 為了讓你們看到那個畫面 我們多努力啊 好不好 沒有沒有 認真認真 麻煩大家再去看 哈哈的直播 這一切都是精心策劃的內容 好不好 我們目前來看一下 快取資料176.2MB 照片357.5MB 語音訊息4.9MB 檔案8.1MB 很少好不好 請問那34GB到底哪裡來的 告訴我 34GB 34GB 我多努力去拿氣球勾 我的肩膀 哈哈 對啊 沒有 我的意思就是我真的會刪啊 我每次都在這邊刪這個資料 總共加起來才546.6MB 欸 好好好 欸好 下下禮拜開始姓蔡喔 準備好了嗎 大家接下來要開始迎接蔡希恩的到來喔 為啥會吃到34GB 好啦我要刪掉 刪掉什麼 要先備份嗎 先備份的話 大概還不是一樣會佔這個空間 備份要按哪裡啊 還是跟我120組貼圖有關係 跟我120組貼圖有關係嗎 那我可以問一下怎麼備份了嗎 因為 這個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備份LINE只有文字 就不會備份圖片 好 大家可以教我怎麼備份LINE了 因為我沒有備份過 我看起來 來試圖 試必不是試圖 試必是要刪掉它了 刪掉成章 貼圖應該很小 嗯 你可能 120組貼圖 你知道 雞鯊也是可以成塔 雞鯊也是可以畫壇的嗎 120組 常用的大概只有30組 按個鍵就好 備份文字 我要看一下哪裡備份 愛與不愛又無何謀 從前的那麼大大 聊天 備份聊天紀錄 好 有 上次備份時間2020年2月21號 合計大小只有218.0MB 馬上進行備份 好了 我再備份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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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它備份會裝到iCloud 可是我iCloud 沒有儲存啊 怎麼辦 不是不是 沒有儲存空間 我說我iCloud 沒有儲存空間 忘記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 這該怎麼辦呢 到中間一定會卡住 真的假的 它現在在資料 壓縮中 爆了就沒救 是的 就是卡在這 就是因為iCloud已經滿了 好了 然後看來我應該是刪不了這個Line 還是我把iCloud的照片 全部刪光光 好像也是可以啦 好麻煩喔 大家可以幫我想個解決方法 很懶得動腦 我實在就是因為懶得動腦 才一直在刪照片 你知道嗎 iCloud 花錢擴充好像沒有很值得 因為它給的容量沒有很大 OK 我被 我被 我被內涵了 iCloud 去 用你的另外50G 手機多久沒重開了 5個小時前才重開過 也不用說我每天都在重開它 我跟你講真的是除了把iCloud弄乾淨以外 其他的方法我都試過 買一支Android手機 我之前還有一度想要買Android手機來直播耶 因為Android手機有一些好像很適合拿來直播對不對 對 它說不定還比買一個平板天移耶 他說不定還比買一個平板天移耶 我也難過的了解 我還站在你眼前 你的痛怎能看不見 為什麼最迷人的最危險 為什麼愛會讓人變殘缺 為什麼那麼痛 還感到胸口再亮 Rae 傷悲 你的心裡 就真的要 如果說要那個 等一下 我放哪裡 Steam 我有一個2TB的隨身 隨身硬碟 放哪裡啊 在這裡 在這裡 我有一個2TB大的隨身硬碟 但是 但是 但是我沒有存到一定去 要轉存 愛情就好像 愛情就好像 越來越沉重的客 2TB很夠啊 所以大家覺得我應該把所有照片放 我應該把什麼傳 傳進去 可是我現在重點不是照片大啊 照片現在只有27GB耶 那樣的夢裡面 還是無法解釋 矛盾的時間 對 照片只有27GB 等等等等 現在真的不是照片影片的問題 因為照片影片我還要50GB可以丟啊 可以放在我的雲端硬碟上面 不是 我的雲端對 我的雲端硬碟上面 我的雲端硬碟 呃 備份失敗 好不好 沒有卡住 上面就是單純的寫著 備份失敗 唉 我要把艾克朗的刪掉 好 我待會就把艾克朗刪乾淨 對 好 我要把 我現在要動手了 等一下 剛剛海團說163 請問163是什麼 163斷石嗎 喔 我知道了 那個啦 那個吉他 就是 YouTube YouTube上面一個很可愛的女生對不對 我的line好迷 我來看看 Super Idol的笑容 多美女的 蛤 那是168 不要唱這個 然後直覺很好笑啊 Super Idol的 欸 我的YouTube閃退 喔對不起 我說的168是斷石 YouTube發生當季錯誤 好好好好 不要唱這個 然後直覺很好笑啊 Super Idol的笑容 多美你的 天 他就是那個 那個 我觀察了大概 389個唱這首歌的人 好 我想也是 我大概有 我大概只觀察了365個而已 他是怎麼樣呢 怎麼樣呢 Super Idol的笑容 多美你的 天 就是它沒有一個 那那個 這東西我怕 可以得到嗎 把這真無的 把這真無的 光多美你的 遙遠 沒錯 就是這個感覺 我不知道就是 可是就是 樂愛一百零五度的你 樂愛一百零五度的你 你看我多準 登流水 重拍就是重拍 煩躁 他覺得煩躁 打從心底的煩躁 原來是因為重拍太被強調 是會煩躁的 是有多熱 你要看的是168的歌 他的自彈自唱 168 168燃止機制 為什麼168斷時沒變瘦 對不起我收成168了 很純粹的按錯 很純粹的按錯 對不起對不起是我的錯 我們看看他要唱點什麼歌 一小段不可信力 LOVE SONG 一定 喔他的唱一定 是 我們 最後一首歌 你會想到什麼 全部 全部 遺甩得到 欲求 啊 人生最後一首歌 你會想到什麼 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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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就是他很乾淨 他 他聲音怎麼這麼乾淨啊 就是會覺得 對對對對對 就是吉他跟聲音都很乾淨 我覺得很舒服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聲音很亮又很乾淨 然後吉他也超乾淨 透明感 對 乾淨的感覺 好喜歡喔 唱什麼都會有他自己的特色 但是其實歌手需要 超級需要這件事情的啊 因為如果 歌手能夠把所有歌曲 都純釋的有自己的影子 那就會是歌手 可是 如果會唱歌的人不一定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就像是有些人的聲音沒有辨識度一樣 就是 對 聲音沒有辨識度這件事情 實在是 我也遇到了這個難關 我也遇到了這個難關 Love Song 好 我寫了這首歌 是一首簡單的 不負責 也不能裝的 那一種歌 這不是那種 只剩下的靠近的歌 也不是那種 不能就是朋友的歌 這不是那種 兩個人的故事寫在一本小說 那小說裡有機會在花天裡犯了錯 這就是一首寫給你聽的一個 一個 Love Song 一直想寫一首 Love Song 你跟了我 一首 Love Song 那地區會播放 這也許會承放 不過我只想寫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寫一首 Love Song 你跟了我 一首 你出生的是天天亮光 吹過我的面孔 今生悲 愛 愛 愛 你就是我第一 想說愛你 超好聽的耶 還有一個重點 我覺得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 就是 嗯 怎麼說 就是 不是什麼專業的 專業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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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唱Love Song的時候 會有一點淡淡的 笑 笑著去唱這首歌 但是 你知道嗎 笑著唱這首歌的時候 會讓聲音變甜 可是不只是這樣 就是你會覺得他 笑進你的心坎裡 超好聽的 哇 尤其是他第一句Love Song的時候飆上去 飆上去 好好聽喔 我覺得很好聽 對 抱歉了 你們看不到 Sorry 而且還有他的咬字 他的咬字也很特別 謝謝 謝謝 比魯姆 比魯姆 在Love Song的時候開始開香檳 太合理 太合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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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暈 但是他唱歌真的很好聽 會 會 會讓人想要一直聽下去的那種很好聽 對 他的 他的喉音跟他的發音 他有一個 一個 對 好聽耶 超好聽的 他說 TP的歌很多要笑著唱 對 因為 笑著唱的話 聲音會是比較甜一點跟亮一點的 你會覺得 講話也是啊 你看 你不笑著的時候 跟你笑著的時候 聲音是不一樣的 其實我沒有 我沒有改變我講話的方式 但是我只要笑起來 聲音就會是開心的 對吧 一樣 吹一顆泡泡 誰會 誰會很難過的吹一顆泡泡 吹一顆泡泡 把自己打包 人家覺得你真的要把你自己打包 對啊 心情上的差距 等一下 李采傑很愛163是嗎 可以笑著唱制服的抵抗嗎 能多端我捐多端 哈哈哈哈 失戀的時候一個人去公園可以自己 可以自己 自己 自己 幹什麼 哈哈 自己吹泡泡 然後把自己打包這樣嗎 女兒吹泡泡的表情 哈哈 吹泡泡的照片完全面無表情 這種 對這種唱法 純粹的是想要把自己打包 沒有錯 不要懷疑 哈哈哈哈 很細念 笑著唱毒蜘蛛 喔 那就不一樣了 那是魅惑的 李采傑有沒有聽完163之後 很想學自彈自唱 下一次 下一次的表演就要 對不行 不可以給 不可以給采傑立個Flag 這樣他會有壓力 哈哈 哈哈 還真的有 嗯 好了啦 去吧 去把你的吉他搶過來 他沒再上了吉他課就交給你了 哈哈哈哈 緊張到開始打了注音 我們開 該開始念榜了吧 我們不知不覺 不知不覺 我們都已經是一點了 已經有兩個小時過去了 耶 好 來念來念 謝謝阿成 為什麼 等一下 為什麼大家都開始 開始開香檳啊 謝謝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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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阿成 謝謝大家突然開始開了香檳 為什麼 怎麼這麼突然 然後 因為今天香檳辦家 謝謝囉 提說 提說 提說今天 提說今天的聖日蛋糕很好吃 好像可以 再形容一下口感 謝謝阿弗 對阿他們 而且好拍還好吃耶 如果 如果之後 定期都買他們這一家的話 大家可以之後就嘗鮮一下 誰的幻想 完美的飛翔 下下眼空 太感人 中中要 中中追想 我們都有 空上 時間差一點 剛好 那一點 不秒 美的事 噢 上了的上了我 才就會彼此呵護 噢 感想是要給壽星講的啊 我們是要巔峰喔各位 巔峰造極 在巔峰 直領之巔 你想加入我們 就必須到車陣當中跳舞 跳跳 而且他跳得很帥你知道嗎 他跳一個 我忘記了他是跳POPING還是跳LAKING還是什麼的 反正是一個很帥的東西 現在叫阿成帶我去瀏覽 阿成有有有 有電了 我們剛剛開燈了 有有有 我今天有打燈在前面 你們有感覺我整個人變亮嗎 我有打燈在 平板前面 又開燈了 什麼道理 簡直是不可思議 本台很容易開燈 好不好 本台一直都有繳電費 哇等一下等一下 大家特效突然滿天飛 謝謝謝謝人豪 我看到了很性感的語情 謝謝飛龍夢 謝謝大家突然衝進來 等一下等一下 現在如此的熱情 我是不是應該幹點什麼 我要幹嘛 我現在幹嘛 謝謝大家來採紅包 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沒有發現我的名字很特別呢 應該是少數用本名的直播主 對吧 沒錯 那是因為我是 所屬偶像團體AKB48 TEAM TV的一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AKB48 TEAM TV呢 如果沒有的話 總會聽過 日本的AKB48吧 喔 略有耳聞 很棒 代表之前有被洗腦過喔 AKB48總是知道的吧 她是在日本的一個很大型的女子團體 而我們呢是TEAM TP 也就是TEAM Taipei 主要是駐紮在台北的姐妹團 如果沒聽過我們的話 其實我們已經出道三年多囉 也已經發到第五張單曲了 這段時間沒有聽過我們 是不是該認識一下了呀 我是其中的一騎正式生 我叫做蔡雅恩 也可以叫我面面 那其實我們第五張單曲呢 已經是在去年的時候 有時候發售的 叫做一秒一秒約好 如果沒聽過的話 現在就讓你聽聽看好不好 一秒一秒約好 一秒一秒約好 巴巴巴巴勒耶耶耶 來吧來吧來吧 如果跟我們有興趣的話 歡迎把我們的團名記起來 我跟你說 我們的團名超酷炫 你只要出去說 ㄟ 我最近在追那個AKB48 TINTP耶 有聽過嗎 知道嗎 他們就會覺得 你怎麼可以講出一個團名 這麼炫炮 這麼長 這麼有 這麼有sense的一個名字 太厲害了 我決定要去了解一下 你喜歡的那個團 所以你只要把AKB48 TINTP講出來 別人就會覺得 有了解 真的懂 真的很了 真的很厲害 我跟你講 想要讓人家刮目相看 就趁現在 把AKB48 TINTP 記起來就對了 如果 你還有余力的話 我們還有 Instagram IG 可以查 chunana qnana 底線 AKB48 TINTP 追起來 讓他們看到 你是真的了解 真的厲害 人家就說 你太了解了吧 台灣女團也懂 日本女團也懂 涉獵 就是廣 我就想跟你交朋友 好嗎 出去交朋友 AKB48 TINTP 一定可以成為你的力氣 推你一把 好不好 直接帶你去流浪 有沒有 你炫炮了快一年 跟朋友講的時候 別人一定都是 覺得你厲害了吧 啊怎麼辦 我知道那一團 可是我都有點 記不起來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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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B48 TINTP 有什麼難記的嗎 就是AKB48 TINTP啊 沒錯 就這個口音 欸那那他們 他們出道很久了 當然 出道三年了 三週年演唱會 我還有去呢 演唱會耶 你有搶到票嗎 當然 演唱會 我肯定是有搶到票的啊 好不好 這麼難搶的東西 我隨便一點 這個票 就是我的 好不好 三年 快四年了 有什麼公演我搶不到的嗎 有什麼演唱會我搶不到的嗎 都有 握手會 我的天下 握手會 什麼時候握手會 有沒有 留了時間 我就要去見我的偶像 他 欸什麼 什麼我去見我的偶像 不是 我的偶像 留了時間耶 我的偶像 我的偶像 留了時間 要見我 好不好 我買的單曲 跟我碰面 跟我講話 你懂嗎 這種時候 展現出你的魄力 厲害 是我的偶像 好不好 握手就會來個石巾 不是這樣子的嗎 哈哈哈 他說 蔡雅恩 我知道啊 他留了 我算一算 30分鐘吧 他那個 30分鐘都是我的 他是特別留下來 要跟我說話的 他就是這麼迫不及待 想要見我 盛裝打扮 想了各種主題 沒錯 為什麼 因為他那天跟我有約 約會 你懂嗎 我家偶像 認得我 記得我 特別留了時間 來跟我約會 等一下 一講出去 不得了 記得我們的名字 今天搶紅包 肯定要記得我們的名字吧 感謝大家的支持 一秒一秒約好 謝謝各位 我們叫AKB48 TINTP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大家 謝謝 記得要記得喔 好不好 好 好 好啦 接下來就要進入我們的念榜時間了 沒錯 念榜時間 沒有聽錯 有聽過主播念榜嗎 是不是很少見啊 只要是今天來支持我的大家 我全部都會很努力的回饋給大家 用力的念榜 努力的念榜 好不好 接下來就是念榜環節了 謝謝大家今天來到現場 謝謝大家今天有緣分走進來搶了我的紅包 好 既然走進來直播間 就是跟我有緣 今天註定要留下來了 好不好 有聽過主播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要念兩個 沒有要念兩個小時 真的沒有 好啦 我要念榜啦 謝謝大家今天參與 今天的 哇 今天大家的參與今天是怎麼了 今天大家真的很拼命耶 一秒 一秒揭曉 巴巴巴巴雷 耶耶耶 巴巴巴巴巴雷 耶耶 巴巴巴巴巴雷 耶耶耶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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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 咻 蹦 就可以又撐不住期 越是着急 越看迷 越不思議 一點點累積下雨 直到某天 成雨 一路往昔 摻一顆люд 泡泡 巴相機打包 對耶,我沒有跟大家分享講唱會的內容,對不對 我剛剛少創一段,導致我還在第二段的氛圍 一秒,芭蕾耶耶耶,一秒,一秒 哇,中山也祝福,我也要加祝福 一二一三一三,愛你一三一三 好帥,好帥,我剛剛也有加到祝福耶,大家有看到嗎 他可以點擊點擊螢幕送上祝福,你們知道嗎 太狂了,我有加,我有加,我有加,等一下 我記得有一首歌叫我愛你對不對,等等,是哪一首我愛你 我記得那個蔡依林有一首歌叫做什麼來著 有啊有啊有啊,你們也有點,我也有點,我也有點 喔,那是說愛你,那是說愛你,糟糕了 我愛你是不是 我們該念榜了,大家 果不其然,要念超過半個小時 我的世界變得奇妙更難以言語 還以為是從天而降的夢境 直到確定,手的溫度來自你心裡 這一刻,也終於勇敢說愛你 一開始,我只顧著看你,裝作不經意 心卻飄過去,還恰惜你 沒發現我,都在角落,忙著快樂 忙著看得從彼此到生到生海 可是,從沒想過真愛到現在,無可期待 要證明自己,準備你相信,really 我胡思亂想,就從今天起,I wish 像一個陷阱,卻從未猶豫相信 你真的願意,就請給我驚喜 關於愛情,過去沒有意向的結局 那天起,卻顛覆了自己邏輯 我的懷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 轉了轉,也終於遇見Mr.Right 請問剛剛那一段Rap是什麼? 忙著快樂,忙著感動 忙著快樂,忙著感動,從彼此摸神到時候 會是我們從沒想過 會是我們從沒想過 好,我準備好了 再一次 我只顧著看你,裝作不經意 心卻飄過去,還解釋你 沒發現我,躲在角落 忙著快樂,忙著感動 從彼此摸神到時候 會是我們從沒想過 真愛到現在,不敢期待 要證明自己,曾被你笑起,really 我胡思亂想,就從今天起 I wish,像一個陷阱 卻從未猶豫相信 你真的願意,就請給我驚喜 關於愛情 過去,過去沒有意想的結局 那片情,卻顛覆了自己邏輯 我的懷疑,答案 以你,而明白 卻了轉 真正的遇見 Mr. Right 我的世界 奇妙的難 一言語 還以為 是從天而降 的夢境 直到確定 手的溫度來自 你心裡 這一刻 也終於勇敢 說愛你 說愛你 愛你 夠夠了 今天來不及發文 應該沒有關係吧 請問一下 三月生血針有沒有壓線仔 有記得刮刮壓線去買的啊 是不是很多人沒有壓線到啊 我這麼拼命在那邊 熬夜剪影片 就是因為突然發現 原來我還有 庫存還沒有剪 笑一笑福威哥 帶我去流浪 帶我去流浪 流浪 對 這是半壽人 有人猜出來嗎 中間的BGM 我記得有兩個人 有留言出 這個 還記得那種營營灰的煙火 還記得那個亮亮的深秋 還記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 有樂園擁擠的真實時候 一個夜晚間吃不睡的燈口 一起跑完全奢侈的享受 有一次日記裡愚蠢的困惑 因為你的微笑緩化成風 你大大的勇敢保護著我 我小小的關懷疊疊不休 還記得我們已經走了那麼久 又再一次回到兩兩聲就 給你我的手 像溫柔野獸 把自由交給草原的遼闊 我們小手拉大手 一起交遊 像昨天回回手 你是我的夢 像北方的風 追著南方的悠然的愛愁 我們小手拉大手 今天加油 就像昨天揮揮手 好啦 我要念榜喔 我要用尊音念榜 尊音念榜可以吧 今天的第15名 別人不說還以為我今天過生日 謝謝大家今天支持的拼命 今天的第15名 今天的第15名是 耶 謝謝耶 蝴蝶蝶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大家生日快樂 耶 今天的第15名 生日快樂 今天的第14名 今天的第14名是誰呢 哇 特效沒有被吃掉 至少你沒有被我吃掉 我看見了 黑流星 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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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第13名是 收到浪夢滅的派利德了 瞬間救贖了社畜大叔的 星期五會議地獄時間 就讓我自己腦補 是下午下午溫柔啦 今天的主持節奏跟氣氛掌握的快速優秀 歡迎各種 歡迎各種各方嘗試 謝謝 謝謝你的歡迎 我會加油 恭喜 恭喜 恭喜命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今天收到壽星的糖 吃的還開心嗎 大家 今天的第12名 今天的第12名 就是 最爛了 最爛了 今天也生日快樂啊 熊熊 生快分快 沒錯 今天是一個生日快樂特輯 感謝感謝3月的壽星們 讓我蹭到了壽星的 三月慶生直播 生日快樂 要笑 要 要謝的人太多了 不如我們就謝三月壽星吧 謝謝林潔心 謝謝李寒涵 感謝大家 要謝的人真的太多了 每天都要生日好幾次大家 對啊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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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謝的 對 今天重點要謝的就是 李寒涵跟林潔心 今天的第11名 偉哥樂昏昏啊 今天的確是真的很樂 經過一個多禮拜的閉關修行 被工作追的團團轉 今天終於重見天日 可惜 還是來不及見你啊 身為一個空氣感的粉絲 跟詩雅一樣要多吸幾口氣 讓我的意念圍繞在你們身邊 好像是挺合理的 你 感受到了嗎 呃 燒烤的味道 好 說到台中 真的有很多東西可以說的 畢竟我也是在台中生活了十幾年啊 是半個台中人 讀書跟外婆家 只是很久沒回去台中了 有機會再跟你好好分享喔 我跟你說 我知道我下台中要找 要找白糖粿 可是 我一路上真的沒有看到白糖粿 真的 真的不能怪我 我沒有吃到白糖粿是沒有緣分 你知道嗎 韓韓的圖修好了沒 這個要問他本人 韓韓忙的呢 拍吧 FORECUTU 你妳知道我在幹嘛嗎 補充熱量 噢 他還在耶 嘿嘿嘿嘿嘿 你ched таким 快 них streng 間 吉將產出 我還在找白糖粿 對 我在吃碗茶 我剛剛沒有嘴 我剛剛沒有嘴 沒有吧 我今天 我剛剛謝謝了寒寒 謝謝寒寒跟潔心 我怎麼有術套 厲害吧 因為 一個人住的時候 會懶得出門 就要一次叫很多 庫存 我需要更多的快樂天堂 有人猜到了 都喝水 沒有問題 雖然我已經超想尿尿的 但是 我還是會多喝水 剛剛那段可以幫我剪掉嗎 吃飯比較重要 吃飯比較重要 對 蔡恩 你是偶像 我會記得的 我會記得 我會記得 我喜歡你 超...想去就去阿 超...想去 你會知道 嗯 事到如今突然有偶包 不是 因為突然發現有 就是有身為團員的偶像 一起在看這個直播 我就會覺得好像要撿回來一下 才不會讓大家顏面掃地 什麼毛?毛在哪裡? 那裡有毛 好含以離線 我好想住你隔壁 等一下先不要吹我去廁所 我想先吃完薯條 往下鈴往下鈴 他很忙他還要發文了 他還沒發 他還沒發 我跟你們說 我們高中 時隔三年 就要開同學會了 我同學現在逼我來投票 什麼什麼 沒有 什麼都沒有 好啊 好啊 那韓韓你發完文要來幫我代班喔 我要去 我要去花園 我要去後花園 那我等你發完文 我要去後花園一趟 答案呼之欲出 我吃的是什麼 我吃的是什麼 吃手指 等一下大家正常會吃吃手指嗎 我要去玩水了啦 大家放心我很乾淨 因為我剛剛有用柿子巾擦 才開始吃我的薯條 不要擔心我手髒髒 我手很乾淨的 來 那我要去後花園 教教 聽起來好奇怪喔 不要抱 好 我希望給你快樂 為你牽動冰河 為你做一隻 恐怖的飛蛾 沒有什麼事情 是不值得 為你唱這首歌 沒有什麼風格 它靜靜地躲著 我希望你快樂 為你將這半刻 為你放棄時間 又何不可 夏末秋朗裡 為你帶一條溫熱 為你卻動冰河 為你做一隻 恐怖的飛蛾 沒有傷的事情 是不值得 為你唱這首歌 沒有什麼風格 它靜靜地躲著 我希望你快樂 為你承轉彈河 為你送幾隻 加油和勇敢 夏末秋朗裡 再也會溫暖 有痕跡的 顏色 為你做一隻 為你做一隻 為我做一隻 為我做一隻 来吧 啊 啊 啊 哇 很有趣 你的美麗 心情擔造軟一鈴 附下你的旋律 讓星星揭開動來 故事終究 有意義的卡卡 一直愛上他 展示特別大得多的奇怪 要是中的魔法 對呀 明天還有直播 所以現在還來代班 啊 我愛踢呀 我的天啊 啊 我愛踢 看開口沙飄送胖 別再用了 我們輕輕的擴揚 啊 我 是不是 啊 我回來了 不是 你們沒講我沒發現 好高高 好高高 全世界我只愛你一個 願不願開 改裝愛出現在 虎天空中 明天下午5點 有 趴 YT的直播 最尷尬的是 不是本人 總有一天會發現的 好不好 就是既然你們發現了 他本人抱著抱著 總有一天是會發現的 欸 跟妳講 寒寒 這樣子 才有特色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因為 喔 不是 對對對 那段 那段不是 那段不是受新聞打的 好 我要講 跟你們說 這樣才特殊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未來 如果 韓韓跟傑星 人氣 已經到達那種 黃牛會心動的等級 然後 他們會想要做一些 盜版周邊的時候 他們 一定會 打錯 他們到時候 如果做Party 笑他們 他們不懂你們的巧思 為什麼 這就是要 杜絕黃牛 杜絕盜版啊 這不是很明顯嗎 你們哪裡不懂 趴YT 為什麼 因為 人家廠商 別的外面廠商 一定會造Party的 錯了 錯了 趴YT 在這裡 你懂嗎 趴YT 這 就是我們的設計 設計理念 懂不懂 沒錯 字母順序 除了不影響閱讀 也可以有效杜絕 黃牛 盜版 餐絕 藏絕 藏絕 黃牛 即盜版 盜版 黃牛 即盜版 藏絕 有沒有 哈哈 你看到了嗎 這就跟氣球一樣 都是計畫好的 Party 唯一 正版 授權 好嗎 謝謝大家我要看念榜了 哈哈哈哈 我要念榜了 對 對 嘿嘿嘿嘿 反尾設計啊 反尾設計 好不好 對呀 對 對 偶像的防尾措施 厲害吧 我跟你講麻煩今天之後如果有人問這問題就要這樣回答 好 這種小巧思啊 不可以被發現 因為如果大家都知道的時候啊 黃牛就會照著做 所以我們只能讓粉絲之間知道 未來粉絲如果就是新陸客呢 想要買這個舊的周邊的時候 才不會被騙 你們要記得喔 噓 要記得 來吧 最高幾年吧 今天的第 第十名 主持辛苦了 好好休息 今天的衣服那個薄紗感真的很漂亮 有拍到很多神奇的照片 哈哈 不知道該不該發 對了 請問 老闆這個禮拜已經不想上班 想直接跳到星期六看公演 該怎麼辦 哦 你是說你嗎 請問是這位先生嗎 這位先生 你可以先直接吃個退黑激素 然後一路睡到禮拜六 最近意外聽到很久以前的直播片段 唉 有些事情果然是冥冥之中注定好的呢 什麼內容啊 冥冥之中注定好 我這麼早就會通靈了嗎 趴YT是星形的NFT 講了都心虛 星形NFT 愛耶耶耶就是你 特休請了五天就可以放連假七天 我最近很沉迷於你們那間公司的七五折優惠 所以現在有一袋還倒在地板上 我才獲得了卡丁大手條 好了我要繼續 現在講北緣生日開樂 請了五天就能放九天 大頭 大頭 大頭照 跟大頭照開會 富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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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我去後花園前有記得幫富偉哥慶生嗎 我是不是看著富偉哥就開心的去慶生了 不是不是開心的去後花園了 不是不是開心的去後花園了 要 一而 再 再而 三 三而 四不過三 最好 沒有印象 我跟你講 一定只是你們沒有印象而已 但為了你們這沒有印象 沒關係 我們絕對 要讓富偉哥 印象 深 刻 祝富偉哥 這段時間上班辛苦了 接下來一定會有很多時間見面的 畢竟壽星 願望都會實踐 富偉哥 生日快樂 謝謝富偉哥 富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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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樂 印象 深刻 幫我打 印象 深刻 登 美輪明面 生日快樂 不管 我說你今天生日 你就今天生日 最好是給我誠心誠意的 接下祝福 今天的第 今天第九名 美美 直播辛苦了 很開心今天要跟你們隔空比愛心 我還大了好了 美美 美美有被嚇到嗎 哈哈 先說你跟你說一個壞消息 就是 我因為這個禮拜六要補班 所以沒辦法到公演了 但就在期待四月公演吧 也算是我第一場的劇組公演 四月一定會到啊 那就在於這邊祝你生日快樂 也順便唱一下生日歌吧 他是在坑我嗎 他是 明天要實習了 對 我明天就要實習了 要收心了 是 博承 祝我加油吧 他剛剛是不是在坑我 他在坑我 他就知道我會照著念 他在坑我 博承 今天真正的三月現場 真正當日壽星 不成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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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這叫做正常版跟嘿嘿版熔路 Remix版 有沒有 我發現了坑 要不要跳下去呢 事實證明我跳 生日快樂 Mina有三個版本的 Mina 咻 選一塊 咻 咻 生日快樂 咻 咻 很棒耶 你今天生日 所有人陪你一起度過了三月 生日 就是你耶 而且你看 李彩傑 林潔心 為了你 特別留下三月二十的時間 來到你的面前 跟你一起慶祝 值不值得 賺不賺到 就是為了你 三月收心 真的 好不好 謝謝你 謝謝你來到現場 哇 所有活動聽起來都好像 預定好了 好啦 謝謝博包 博程是發紅包嗎 可是我現在進到了念榜的那個畫面 今天的第八名 麵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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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朋友FILM生日前還在被凹加班 請問可以給他一個祝福嗎 FILM FILM太 等等 會不會有機會跨日呢 即將又老一歲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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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 沒錯耶 我們即將迎接下一個生日的人耶 FILM 雖然我不知道我今天會不會跨日 因為我希望是不要 因為我明天還要直播 阿對 我明天可以再跟你上生日快樂 明天你需要加班嗎 明天你要上班嗎 明天你也要上班嗎 明天你也要上班嗎 明天當日生日也有生日快樂歌 你覺得我要今天唱還是明天唱呢 明天五點也有一個生日 不是 也有一個直播喔 你還 你知道嗎 但是你有可能在上班 你很有可能 還在加班 努力上班 有喔 明天五點有直播喔 五點 五點 不知道你下班是幾點 五點 五點直播 但是明天不能太晚 因為晚上還有睡醒 就是 太晚的話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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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睡著 五點 好啦你可能明天應該要上班 正常五點好像還很多人在上班 對不對 我們不能 對啊 你會遲到一個小時 XD 比肚木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樂 我跟你說 就說到這個呢 這是我最近入手的一樣東西 但是它肯定就是最低階的啦 最低階的東西 就是想說可以拿出來拍拍看 但是我也沒有什麼想法 就是 底片相機 但它是最低階的傻瓜相機 就是純粹的有復古底片相機的濾鏡的那種 對 生日快樂 在生日前夕忙到十點半 好不知道生日當天會忙到幾點呢 是不是有點太過分 對不起 生快生快 祝福三月的壽星們生日快樂 希望三月都可以過得非常快樂 跟你講 加班就有加班費 你三月忙完之後 四月就可以用力 拼命的 花 花掉你的加班費 哈哈哈哈 對啊 底片比相機貴喔 對很合理 欸你怎麼那麼聰明 你怎麼知道重點 因為底片現在買起來的話 會捲大概兩百塊吧 然後相機 相機好像也兩百塊而已 所以其實底片買起來是很貴的 但我這個相機不是買的 耶嘿 好了 不可以不要不要 嘶 不可以說四月更忙 它三月許得願 它四月就會實現 你懂嗎 寫寫Filum 辛苦了 他一下幫他來看了直播 好啦 我們繼續練榜囉 我提早把他 怎麼辦 我提早把FILM的歌唱完了 這下 這下怎麼辦 阿誠 阿誠 阿誠是歐月生的耶 而且離三月其實也很近 謝謝阿誠 生日快樂 大家今天都生日快樂 你唱哈 生日快樂 嘿嘿 掰掰 早點你喔 一回家就該卸妝好不好 你不可以再太晚卸妝了 還有把你的隱形眼睛拔掉 對 卸妝還不重要 把你的隱形眼睛拔掉 好的 掰掰 哈哈掰掰 你的眼睛給我拔掉 哈哈掰掰 好 我好開心喔 我今天這個髮型撐了一整天 我第一次擋了這麼久的辮子 能夠撐這麼久 真是太好了 對 老闆應該卸妝好了 老闆準備要去卸妝了 喔 今天的第 第七名 三日快樂主持辛苦了 雖然我遲到才十分鐘 其實我沒有發現有人中途進來 我其實沒有發現有人突然就是中途進來 但是聽到你說你才剛來 天啊 你是不是完全沒有 幾乎沒有參與到 人生大富翁這一段 人生大富翁這一階段 你是不是幾乎沒有玩到 你有沒有拿到坦坦 神秘人 神秘人不就是我今天敗你的角色嗎 我今天是三月生日會的神秘人 我今天是指定了 指定了輸家的懲罰遊戲 我進來了就快結束了 好吧 好啦 那至少 我跟你講這就是運氣 因為 4號 等等等等 喔 那還好 4號也沒有玩到關卡 有玩到關卡的好像是 5號對不對 4號沒有關卡 所以 對吧 4號沒有互動對不對 然後 後來跳舞也沒有 4號我都是 雨安 你 我 你 我 看見你了 5號 你就是那個 命中 注定的 讓大家印象很深刻的 沒有出現的5號 哈哈哈 我跟你講 你聰明了 韓韓會記得你的 因為韓韓當時就說 5號 5號怎麼沒有來 沒錯 然後 於是 我們 會永遠記得 2022年3月份 生日會 那5號的人 就是 雨安 果然 被記住的時候 要謝的太多了 不如 就祝你生日快樂吧 雨安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我會跟他講的 我會跟他講的 喔 有 因為我們好像有提到 有一個 就是 有一個孩子 在見送的時候 很悲情的說了 我才剛到 於是我就發現了 原來他是塞車 現在 水落石出了 原來4號和5號 不是不願意來 而是 人在江湖 生不由己 啊 生不由己 啊 怎麼會這樣啦 雨安 下次提到出門 謝謝大家 真的快樂啦 辛苦了 謝謝 謝謝你就算 就算 塞車了 還是心心念念的我們 這麼努力的到現場 我們會記得你的 真的會記得你 我心中的棉花糖 甜蜜的夢想 果然 玉安 很需要緣分 我們第一次見面也是 一個很大的緣分 今天的第六名 今天的第六名就是我們 即將成為 等一下 玉安的頭天很好笑 今天的第六名 心情有夠厭世 忙到了十點半 老樣子 直播又遲到了兩小時 沒有沒有沒有 今天有遲到兩小時嗎 今天沒有 一個小時多就進來了 即將跨日了 即將又老了一歲了 年已 等等等等 不要抱年紀 女生是不可以 不可以抱年紀 不對 那是我的問題 人生開始就像電影 手的雲開 就見月明 現在是怎樣 這雲 這月 明如喜 讓我遇見你 再次對月亮 等一下 這絕對是歌詞吧 這又答 哪來的歌詞 哈哈哈 欸對啊 等一下 我們上一個 喔喔喔喔 我看到李韓韓 八分鐘前發了文 看來我今天應該是發不了文 就蹭一下壽星門的文好了 我說FILMUG 那個是歌詞嗎 還是詩 太有意境了吧 唉唷 唉唷 踩到東西了 踩到了大概 不對不對不對 我應該喝點東西的 摸一下 我馬上回來了 我快要分享光了我的結構了 是吧 我的左右各有各種神秘的天堂 唉唷 嗨 那是 鬼堂的高山茶 不是歌詞喔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剛剛去查Google 發現查不到 所以該不會是FILMU自己的 半夜的 獅子 喔 看一部分歌詞寫給女朋友的 第二代的醫生俊俊哥出現了 在一個錯不 錯不 錯手不及 錯不及方的時候 硬是要賞我 然後還逼著我把他寫給女朋友的內容 念了出來 謝謝你 聰明 生日快樂 哈哈哈哈 生日快樂 不是啦 他還解釋得很透徹耶 生日快樂 至少 我們今天沒有加班到跨日 對吧 還是很幸運的 女朋友也生日快樂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 進入到了 第五名 今天的第五名 飛起來了 氣球飛起來了 天啊 歷史性的一刻 謝謝魯迪 魯迪見證了我們氣球 氣球 飄進雲裡 飄進風裡 滿滿 圓圈 氣球 想當初一開始學唱歌的時候 還有特別去學氣球 然後那時候還要去背那個什麼 紅的紅的黑的這個的 現在都忘記是什麼的 反正都是我的 耶 謝謝魯迪 魯迪 神日快樂 耶 耶 不知道 不知道浪夢 陳真寄出去 餅乾 跟 卡片了沒 浪夢那邊 是不是速度很快 好像沒有 記得月餅的故事 大家收到了嗎 我忘記一件事了 我忘記買Defit上機的電池了 收到餅乾了 喔! 有人收到 有人還沒 那就是快樂 就代表你家 郵差 比較慢 不知道耶 我也不知道是哪邊寄的 反正 那不是公司 我不確定是哪邊寄的 切切魯迪 喔 還沒收到是吧 那應該快了 應該快了 對 有薑味 對 我要講了 就是那個海鮮味的餅乾呢 就是煮蛤蜊湯的裡面 煮海鮮湯常用的料 香料的味道 好不好 不是海鮮本人 謝謝大家 不是海鮮本人喔 薑粉 有人說是薑粉 花挑錯顏色 沒有 大家很棒 大家生日的時候 花有挑對顏色 原本公園是不能去的 但還是下意識的搶了票 也搶到票了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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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看見嗎 我看見了最厲害的薪水小偷了 他說 本來公園是不能去的 但是因為幸運的搶到票了 所以他決定翹班耶 我們其實 沒有鼓勵這件事 但是 好開心喔 好耶 比翹哥人還刺激 不是 對 這真的比翹哥人還刺激 心碎笑偷的模範 典範 這個 這個 已經 等等 通常可以翹班的是什麼 老闆嗎 是不是 要到老闆的程度才能夠翹班 對 不化修霸氣翹班 太厲害了 惹頭 我相反 搶到票結果 加班被取消了 但是 加班被取消 需要報告嗎 這件事情是不是 不用報告 還是 是會被發現的嗎 老屁股員工 哈哈哈哈 天啊 賭神 對 我跟妳說 賭神不上班的 我當然不需要上班啊 我一個晚上 就賭完了你們 賺一個月的錢 我只是一天不上台桌 影響不了我的生計 去看看偶像的公演 消遣消遣而已 有什麼不行 以上 掰 圓滾滾 謝謝圓滾滾 生日快樂 怨氣 等等 壽星不能有怨氣 你要開心 你要開心 剛剛的話是圓滾滾的原話指出 對 畢竟 對 我身家短短七天 不知道幾百億上下 看個公演 沒花我幾毛零錢 沒有問題 好不好 OK的 好的 謝謝大家 謝謝圓滾滾滾 那個 剛剛當眾造謠的部分 還麻煩圓滾滾 幫我證實一下 剛剛是造謠 我是說麻煩幫我證實一下 剛剛那是造謠 今天第三名 我跟妳說 今天的第三名 其實那次的綁頭髮 也不是這樣綁 我覺得這次成功很多 今天的雙骨片 有比上次好看嗎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一種 呀呼 今天的老闆超禮棒 念得超可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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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吼吼吼 下波趕快早點休息 早點睡覺 今天辛苦你了 我愛你啦 Lukas正啦 正啦 Lukas正啦 好的 我開心就跳 我不開心也跳 我的名字叫 明金運報 等一下我想問一個問題 請問明金今天有看到一灘水嗎 請問有人特別把水灑在他面前讓他跳嗎 沒有對不對 可惡 今年第三名 生日快樂明金 好黑 我每次都好看啊 哪次不好看 你我都喜歡 今天這樣好好看 晚安晚安 小班族拜拜 翹班跟趙搖 幾百億是真的 來的快去的更快 所以 所以就是今天這個幫法 應該有比上次IG的那個好吧 你們覺得呢 史萊姆明金 麻煩幫我上一個iOS15的特效 那個 特別表情 我覺得很適合明金啊 以後不要暈爆了啦 以後直接融化好不好 麻煩以後直接融化 直接直接融化 謝謝各位 麻煩以後直接融化好不好 我也好想要那個融化的表情喔 我也會融化啊 我更新不了更被霸凌好不好 今天的第2名 今天有夠可愛了啦 即使眼神交會的瞬間 真的 我又要重複講了你的那個歌名 歌詞了 欸 不錯喔 不錯喔 馬上Gate到喔 我一放了 我跟 欸 吳祺慧 我今天一放了 我跟劉曉晴的 那個 生日慧 不是生日慧 不是生日慧 生日慧 好 馬上就Gate到有新圖了喔 小慧晚安 小慧你看 這是我的新抱著 可愛吧 還有小慧你看 這是我的新抱著 還有還有小慧你看 這是我今天偷拍的你 我偷拍你 我偷拍你 我給你看 我今天偷拍 無奇怪 我今天偷拍了一點點無奇怪 我要好好留下來保存 就跟大家分享到重點 其他的就是我自己會留下來 下次大圖輸出要輸出什麼呢 睡覺 休息啦 會累嘛 人會累的 人總是需要休息 今天的第二名 我這次 對 他這次遮住臉了 他害我什麼都拍不到 你知道嗎 他這次 他這次頭上戴了帽子 臉上戴了口罩 而且帽子還把臉也遮住了 然後身體也全部都被遮住了 我從頭到尾只拍到腳 所以我也只能給你們看腳 對他收成了一團 是挺可愛的 而且 我還遠拍 他看起來就像在孤獨的沙發上 有一坨捲捲在一起的 一坨捲在一起的馬蜀 然後 他看起來非常的孤獨 而且因為那個沙發齁 那一區的燈沒有開 所以另外一區的燈打過來很像一個SPA light 打在他身上 孤獨的霉菌 就這樣 躺在沙發上面 沒有人陪伴 他是一枚孤獨的霉菌 今天的第二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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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剩兩分子 今天的第二枚是 有心情喔 生日快樂 大家都生日快樂 有心情有生日快樂 不錯喔 頭髮現在很有型喔 生日快樂喔 沒有 沒有找那樣 對我說了 梅俊 梅俊怎麼了嗎 梅俊多可愛 梅俊怎麼了 博程的最後一分鐘 是跟我們度過的 生日快樂 還有BURSTAY TO YOU お誕生日快樂喔 生日快樂喔 生日快樂喔 博程的最後一分鐘 很棒 我們即將獲得 博程的最後一分鐘 跟 FILM的第一分鐘 今天的第一枚 謝謝老闆 帥氣 不多話 人狠話不多 就是小安本安 生日快樂 好 簡單直接 狠人 話不多 用 最好最好 博程生日快樂 博程生日快樂 好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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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掰掰 要晚安啦 我們今天見 今天晚上見 今天要見面 今天晚上五點見 好啦 梅菌掰 梅菌掰 梅菌晚安 在沙發上 一個人孤獨肆意生長的梅菌 晚安 大家掰掰 今天見啦 明天應該只會有一個小時左右啦 掰掰 掰掰 謝謝大家今天來到三月生日會 記得喔 李寒涵跟林潔心的生... 不對 李寒涵跟林潔心的直播 那就跟他們乒乓一下 現場生日會是甚麼感覺喔 掰掰 融化融化 對 小慧不是梅菌 因為小慧 欸 不是梅菌 他在我的心裏本來就不會發霉啊 他一直保存得很好 他都已經在我的心裏面 長成一棵大樹了 怎麼會是梅菌呢 安 太油了 太油了 無處安放得太低 长成一棵大樹了 每一個東西都中央